那一座,情外重工作,重受过的忽视太多 自尊以暴径跌多,总是能自偷我 你曾获得我便知我为何 但你作哼歌,犯下这些错 各人们看看我生病太多 你当我是包夸白,夸张只一我狠白 此木头,此石头的花,得到处自慢 其实我未忘记,正方带来烟白 恨不安心去优雅 世上患然中沉默,不够爆炸 那我又说是,让我做大娱乐家 恨不已并不得 若然未当过就知我为何 用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 情长人救我,负义能承磨 你叫我做夸夸白 加几声哭声也不白 我再长有没长悲话 挑衅未看嘛 狗蝶屎底里 远眼泪淋花 一心只想你天 我又迟致未存在 夹做夸的 一日也添淫 話我知,現在存在嗎? 啊,天使我別在此看千花! 我被你灰茶,也可盡情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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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學問人數,可能涉及到商業秘密,不方便回答 能聽到我說話的聲音嗎? 小喵,能聽到老師說話的聲音嗎? 能的話,你打一個1 其他同學能聽到老師說話的聲音呢? 給老師打一個2 聲音跟以前還是類似,是吧? 看來是小喵聽不到我說話的聲音 好吧,那我們就開始吧 呃,我們來看一下啊,來看一下 那今天呢,我們要講的呢 是我們這個文職基礎的第三課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 首先呢,在講課之前 我們仍然是回顧一下我們昨天晚上講課的內容 基礎理論二,我們講的四個方法和一個提形 四個方法分別是有困難找代入排除 尤其是年齡問題,餘數問題 然後呢,還有多位數問題 不定方程這幾個特殊的提形 還有選項的數值多 提問有最值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優先使用代入排除 然後代入排除的技巧呢 代入是最值代入或者是最簡代入 那排除的技巧呢 如果是整數的話 可以看數字特性 有機偶特性 特殊數字的整齣 比例倍數特性 還有因子整齣 這是我們說的這個 兩個代入和數字特性的 這樣一個類似秒殺的方法 那如果不能秒殺更多的題 我們還是要採取直觀的思路 也就是我們說的方程法 一般情況下呢 我們設位之數 然後有第一原則求誰設誰 有第二原則中間面量 減便的時候設中間面量 然後呢有列表列方程 然後最後解除方程 答案就可以了 那這裡邊呢 還涉及到不定方程 注意不定方程的解法就可以了 那我們說今天晚上呢 這些重點提醒 有比例問題的 這些所有的提醒呢 我們講了一個重點方法 叫做複值法 那這個複值法呢 我們會發現 出現了比例關係的 比如說什麼倍數呀 比例等等的 我們一般就複值最簡比例就可以了 出現表5的可以複值2 那如果是公倍數呢 我們就複值最小公倍數 其實這個最小呢也不一定 是吧 只要是公倍數就行啊 當然你願意用最小的話 應該是更簡便一些 這是我們說的四個方法 那昨天呢 我們也講了一個 基礎計算的這樣一個提醒 基本上呢都是一些套路 我們講了一個列項公式 小分之一減大分之一 大家應該還記得 是吧 定義去運算 我們把這個套路 就是把所有的這個數值 跟那些ABC都對應上 然後它是怎麼來的 就按积分式去代入就可以了 那約束倍數問題呢 是我們說的 每隔N天 相當於每N加1天 那記住這個約束倍數 和周期的這個概念 那在實際進行計算的時候呢 還常常會使用尾書法 好 這是我們昨天講課的這些內容 那這些內容呢 我們要把它這個就是 如果第一遍沒有這個聽懂的話呢 希望同學們還是通過這個看路播 或者是等等的 我們把這個東西呢 牢牢的記一下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課程內容了 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也是這個這個提示比較多的 內容也比較多 所以呢還是那句話 同學們上課的時候專心一些 那中間這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可能不能避免的 需要喝口水呀 這個這個手機來個電話 什麼的 但是希望同學們呢 能夠基本上緊跟老師的腳步 如果同學們能做到的 給老師打一個5 希望我們都能夠這個 這個隨著老師的這個腳步而舞動啊 好的 那我們就來看今天的第一個問題 工程問題 那工程問題呢 在昨天我們說過 這種A等於B乘以C的式子裡邊 對於工程問題而言 它的核心工智是什麼呀 是工作的總量等於工作效率乘以工作的時間 什麼意思呢 你比如說我一小時能打60個字 一小時打60個字 我瘋了 一分鐘我打60個字 一分鐘打60個字 那我一小時打多少個字啊 一小時打多少個字 是不是拿60乘以60就可以了 是吧 我打的慢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其實就相當於是一分鐘打60個字 就相當於是我的效率 那幹了一小時就是我的工作時間 那工作總量呢 就是這3600個字 這就叫做工作總量等於工作效率乘以工作時間 非常簡單 那如果在這裡邊三個相當於是三個概念 是吧 有總量有效率有時間 如果這裡邊給出了兩個的值了 那我們一般用方程就可以了 就是這不是個等式嗎 所以你設個位置數列方程 應該是挺簡單的 那更多的題裡邊呢 沒有給出三個量 他只給出了一個量 也就是說如果只給出工 完成工作的時間 我們想想我們昨天說的那個 複值法的這個內容 是不是在A等於B乘以C 這個式子裡邊 只給出了這麼一六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公倍數複值啊 那我們就複值工作總量為時間的最小公倍數就可以了 這叫做給定時間性的複值 注意啊 如果只給出了完成工作的時間 我們一般情況下複值工作總量 複值一個公倍數 最小也可以 不最小也可以 盡量的最小就可以了 那效率類的呢 如果除了這個完成工作的時間還出現了效率之間的關係 說白了就是只要出現了效率以及類似的這麼兩個字 我們就應該用那個比例複值法 複值最減效率比就可以了 不管是比例還是倍數等等的都是可以的 那這就是我們工程問題的解法 其實呢 它基本上就是我們前面的解題方法中 複值法的這麼一個專用 是不是啊 複值法專用在這個題型裡 那好我們來看一下是怎麼專用的 記住我們的核心公式啊 如果給出的值比較多 我們就直接設個方程就好了 那如果給出的少呢 我們就複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方法 先來看一下這個利益 利益說是三名員工 一共去修剪6060平方米的草地 這已經是給出了總量了 是不是啊 草地的總共的工作量是這些 假的修剪效率是30平方米每分鐘 乙的修剪效率也給出了 那同學們想一想 總量有了 效率有了 那時間是不是列到吃就可以高定了 所以這個題同學們是用方程法 還是用我們的這個 是用方程法還是用複值法 是不是方程法就可以了 因為它涉及到的量 給出的具體值是比較多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怎麼列方程呢 我們還記得方程法的第一原則是什麼 求誰涉誰是吧 如果是求誰涉誰的話 那題目問的是同一時間完成工作 乙用了多少分鐘 我們一般時間我們涉T就可以了 Time嗎 我們多麼國際化呀 就是這個乙呢 直接涉T分鐘就行了 那現在我們涉乙用了T分鐘 我們想一想這個方程是怎麼列的呀 假干了多長時間呢 乙是7點45分開始修剪的 然後又干了T分鐘 然後到某一個時刻結束了 那假比他干的時間長還是短呀 是不是他開始修剪的時間早啊 是吧 你到45才到 然後假那30就開始了 所以說假比他修剪的時間要長 長的話 你拿T加上這個X的15分鐘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是說完了 假比以多干了15分鐘嗎 就通過這個時間的關係 對吧 假比以多干了15分鐘 那這是假 乙是T了 那餅呢 餅比乙幹的多還是幹的短 就是幹的時間長還是短 是不是比他幹的時間短呀 因為乙都幹了半個小時了 餅他開始過來幹 所以乙幹活的時間呢 應該是T減去這30分鐘 注意啊 7點45到8點15 這是30分鐘 那好了 現在我們有了他們各自的工作時間 工作的效率呢 題目里也已經給出了 我們拿工作效率去乘以這個工作時間 那得到的是什麼呀 是不是就是各自的工作總量啊 沒問題吧 那這個各自的工作總量 跟工作的總量6060 有什麼樣子的關係啊 是不是他們仨加起來 把一個草坪正好都幹完呀 所以是不是得到了這麼一個方程呢 同學們 能得到這個方程 是吧 沒有疑問啊 注意這個時間的加和減的關係 幹的時間長的你往上加 幹的時間短的你往下減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解一下這個方程 T的係數是有30有40還有個60 那就是130T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長數 30乘以15 這是450 再減去一個1800 是不是啊 1800 然後是450 相當於減了一個1350 等於6060 那麼也就是說 130T 應該等於7410 沒問題吧 那T我們來算一下 首位肯定是商五了 看哪啊 那商五的話 這是5乘以13 是65 是吧 65 這裡就是6吧 665 65的話 然後這個就是91 91 除以13是多少 是不是7啊 是吧 應該是7啊 兩流一模 那就T應該是57分 所以呢 加星做的對 我們應該選擇的是2B選項 這道題呢 就是一道很簡單的 帶入我們的公式 進行計算的題 也就是我們的工作總量等於工作效率乘以工作時間 大家不要忘了這個工作 這個工程問題的核心公式 然後使用方程就可以了 這道題同學們聽懂的 給老師走一波666啊 老規矩沒聽懂的打4就行 好 這是我們說的第一題 那這種的題多不多呢 同學們 這種的就是完全給出了所有量的題啊 確實是不多的 什麼樣子的題多呢 那些個複值類的題多 你比如說我們接著往下看 給定時間型的題是非常多的 什麼概念呢 如果題杆里邊只給出了不同主體完成工作需要的時間 而且問的往往也問時間 然後工作總量完全沒有給 這個時候怎麼辦呀 這個值太少了 所以我們就複值為 我們這個時候就採用公倍數複值法 就跟昨天講的複值是一樣的啊 複值幾個那幾個時間的公倍數為工作總量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例子 這一項工程假單獨做需要兩天 以單獨做需要三天 問你合作需要幾天呢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題只給出了兩個時間呀 問的也是時間 是吧 所以我們就要複值工作的總量是多少呢 2和3的公倍數那就是6倍 是吧 他倆沒有約數 公倍數就是6 那工作總量是6 假的效率是多少 假的效率就是6除以2 應該等於3 那以的效率呢 就是6除以3等於2 注意這倆是效率啊 假以合作假加以的效率是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3加上2 應該是5啊 那總量沒有變還是6 所以你看需要幾天呢 6除以5應該是1.2天 OK 這就是我們說的公倍數複值 同學們能理解這個概念是吧 應該沒問題啊 舉一個小例子 那好了 如果這個能理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 好不好 來看一下題目我們怎麼附 來看一下第二這道題 所以有項工程呢 假和乙合作需要12天 乙和丙合作需要9天 丙和丁合作也需要12天 現在假丁合作 問你完成工程需要的天數是多少 是不是我們首先工程問題的判斷是很好判斷的 是吧 經常出現這種幹活反正就是 那工程問題 然後我們發現只給出了時間 對不對 只給了時間 那什麼叫只給時間啊 就是具體的數值啊 都是跟時間相關的 那也就是叫只給時間 問的也是時間 所以我們負值什麼呢 負值總量 沒毛病吧 負值總量為時間的公倍數 我們來看一下啊 總量它應該等於效率乘以時間 那我們來看 時間有12 有9 我們負值誰 負值這個總量是多少 負值多少都行 是吧 可以是36 36是不是他們的公倍數啊 沒問題吧 所以我讓總量等於36的話 我就發現了 那假跟乙合作的話 時間是12 效率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3呀 36除以12 那就是3 那我們再接下來看 乙加餅的效率是多少呢 總量是36 然後時間是9天 那麼他倆每天就幹4個量的活 是不是這意思啊 這是乙加上丙 那還有一個丙加上丁 丙加上丁的效率是多少呢 總量還是36 他們也是12天完成的 所以他們的效率也是3 好了 現在我們得到了這麼一串數值 什麼數值呢 我來把這個圈起來 甲加上1等於幾啊 就我們只看效率啊 甲加上1等於3 是吧 1加上0等於4 丙加上丁等於3 現在他問的是什麼呢 問的是甲和丁合作 那同學們想一想 甲和丁我怎麼得到這個效率呢 如果這是1這是2這是3的話 好不好做呀 甲加丁是不是應該等於1加上3 也就是甲加乙再加上丙加上丁 再減去那個2啊 這個能理解嗎 就是我們可以通過這幾個人的這個關係啊 有甲加乙有丙加丁 我要的是甲加上丁 所以我把1跟3加起來 加起來發現還多餘了一個乙和丙 所以再把他倆減去就行了 對吧 所以他倆的效率 我們計算出來是多少呢 1是3 3也是3 那3加上3 那就是6 6減去4 那所以甲加丁的效率是不是就是2啊 這步有沒有沒聽明白的 就是甲加丁的效率其實是一個方程解出來的啊 甲加丁的效率應該是2 沒問題是不是啊 沒問題啊 現在我們來看 總量是36 他們的效率是2 他們倆 所以他們完成的天數是多少啊 是不就36乘以2就可以了 是吧 36乘以2呢 36除以2是不是就可以了 應該等於18天 所以選擇2B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說的第二這道題 小太陽做對了 是吧 棒棒的啊 那其他同學有沒有啥疑問呢 如果沒有疑問的話 記住這件事就是工程問題只給出了工作的時間 工程問題啊 只給出了工作的時間 我們複值誰 複值工作總量 複值總量為時間的公倍數就可以了 把這個看到了特征之後的這個方法記下來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第2給我們的啟示啊 沒有打4的 是吧 沒有打4的我們過了啊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3這個題 說甲和乙呢 兩兩兩支工程隊 你看負責這個一個水管改造的工作 這又是一個工程問題 是不是啊 那我們來看 說這個甲隊和乙隊 所以如果單獨施工的話呢 分別需要20天或30和30天完成 現在一開始的時候 假單獨施工10天後已加入了 我們來看這幾個具體的數值 203010 是不是都是時間呀 沒毛病吧 都是完成工作的時間 那我們再翻到剛才我們記下來的這句話 工程問題只給出了時間 我們應該怎麼辦 負值總量為時間的公倍數 那麼來負值吧 總量等於效率乘以乘以時間 你們在考場上可以不寫這個核心公式啊 那在我講課的時候 為了大家看得清楚 我會把這個公式每一個題都寫下來 那我們來看 假工程隊負責的話 他需要干20天 那以工程隊干活的話呢 他需要干30天 那你說我們負值總量為公倍數 總量應該負值是多少呀 同學們知道20跟30的公倍數是多少不 是不是應該是60啊 是吧 60啊 60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假的效率是多少呀 60除以20 那假的效率應該是3 沒問題吧 那乙的效率呢 60除以30 那就應該是2 OK 這是我們負值60之後得到的假和乙的效率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即使我們得到的他們的效率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工作是怎麼樣的呀 假先干的干了多少天呢 干了10天 假單獨干的這10天每天干3個量 那他干了多少個量啊 是不是完成的工作總量是30個呀 是吧 那工作的工程的總量一共是60 假干了30 那是不是還有30啊 沒毛病吧 假干了30 那麼就還有30 那這個時候乙對加入了 乙對加入是什麼意思呀 就是中間加入說白了 從這個時候開始 假跟乙合作了 是不是啊 假乙合作 假一天改造三個量 乙一天改造兩個量 合在一塊他們能改造五個量 問題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剩下的工作總量是30 兩個人合作的效率是五 所以你看時間應該是多少呀 是不是30除以五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這個問號之處啊 應該是30除以五 應該還要干六天 六天 那現在我們來看 為什麼答案不是六啊 人家問的是什麼呀 工程從開始到結束 共用多少天 從開始到結束是指的哪些時間啊 開始的時候假自己幹 後來倆人一起幹 所以是不是得把這兩個數加起來啊 假的十天和假加上已的六天 加在一起 這是16天 所以呢 這個工程實際的工作時間 一共用了16天 還是選擇二B選項啊 還是選擇的二B選項 這道題有沒有同學沒有聽懂呢 耐心的問一下 有沒聽懂的打一個四 等大家等大家一下啊 有沒聽懂的嗎 有沒聽懂的打一個四 沒有是吧 沒有非常棒啊 那我們就這樣子的話 那同學們就基本上應該是把這種 負值總量的這種題應該是能搞定的 是這感覺吧 那好了 我們練習一道啊 練習一道 呃 這道先不練習了 這道可能同學們會有點疑惑 那我們帶著講一講吧 來看一下第四這道題 說蓄水池呢 有兩個進水口 有兩個進水口 正常的情況下呢 單獨開假的話 五小時可以注滿 這是第一個具體數值 然後呢 單獨開椅呢 三小時可以注滿 這是第二個具體值 再來看第三個具體值 也是關於時間的 是吧 工程問題 這個能判斷是工程問題 是不是啊 那我們來看 這個二小時指的是什麼呢 由於出水口出現了這個滲水 也就是說 現在假以往裡住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一些 這個滲水的這個口 我們把它假設為一個口的話 是不是還有往裡出出水的呀 是個意思吧 有出水口 也就是說有進的有出的 他倆的方向還不一致 導致這個假以同開的話呢 兩小時才能注滿 現在他問你 如果這個出這個出水口 滲水的速度是恒定的 單開假需要能多長時間 能把這個去水池注滿 那我們來看 是不是也只給出了工作的時間呀 是吧 只給出了工作的時間 求的也是工作的時間 那沒說的 我們還是負值總量呗 負值總量他應該是5和5 3和2的公倍數 那同學們 53跟2的公倍數是多少呀 由於這個5跟3還有2 彼此之間毫無約束 公約數 是吧 所以呢 時間532的話 我們直接就負值30就可以了 負值30 我們來看 5小時的這個呢 是假 所以假的效率是多少呀 是不是就30除以5應該是6啊 沒毛病吧 那3小時的這個乙呢 他每小時的工作效率是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10啊 30除以3應該是10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啊 我們先不管這個2了 我們來看一下 假如這個假和乙開 兩個同時開了沒有這個渗水的話 那他們的效率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16是不是啊 現在為什麼這個3030兩小時注滿的話 說明他的效率是15對不對 不是16而是15 這是為什麼呀 是不是就說明有一個出水口 他是要減去這個渗水的效率的 能理解吧 就這個渗水的這個效率啊 他不能是在加了 因為方向相反所以是減 那我們也就發現了 假加上乙是16 那減完了他之後得到的效率是15 所以這個渗水的效率應該是多少呀 是不是應該是1啊 也就是說一個小時 他應該渗一個量的水 這個大家能理解不 就這點如果能理解 這道題呢就應該沒啥問題了啊 就應該沒啥問題了 這道題的難點呢就在於我們出水跟進水 他方向不一致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進水用這個這個正數表示的話 那出水這一塊呢 你應該用個負數或者直接相減也是可以的 就這個意思 呃 能沒不理解的給我打4啊 能理解的我們就不管他了 我們就直接往下看了 不理解的給我打4 有不理解的 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啊 還是那句話 假跟乙的效率合起來 如果沒有滲水的話 應該是16 對不對 應該是16 沒問題吧 因為我們輸完值之後 應該是6加10 可是現在呢 兩小時住滿說明什麼呀 說明現在的效率是15 那16跟15之間差的這個1是怎麼 是是誰導致的 是不是就是這個滲水的效率導致的 那我們會發現這個應該是16-1才等15的 所以為什麼是1啊 16-15呗 5637和如何當地1知道理解了嗎 就注意這兒是減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加的話你會發現他加的是-1 所以我們直接減就可以了 理解了嗎 理解了給老師打一個6 如何當地1還沒有理解 那行吧 那聽我們回放了啊 那我們來看 現在他說假設減水的速度是恒定的 現在單開甲尖水口 現在需要多長時間才能住滿 我們來看一下啊 減水速度是恒定的 單開甲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夾也得把這個減水的速度給減下去啊 就是你繞進去了之後 你繞進去了是吧 那我這麼想就把這個減水蓋改成出水就行了 就是它有進有出 所以方向相反 你直接減就行了啊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出水口一直是在漏水的 所以夾在進水 減去那個出水的才是實際的那個量 是這意思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效率應該是多少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漏水的這個效率呢 應該是1 假的效率呢 應該是6 所以6減去1 就是他們的效率 實際的效率 那現在蓄水池的這個總量沒有變是30 所以你看這個時間應該是多少 是不是3 這個問號應該等於30除以5啊 6減1等於5啊 30除以5應該等於的是6 6 注意單位這是什麼呀 小時是不是啊 6小時可以注滿 那我們看6小時是多少分鐘呢 應該是6乘以60 注意啊 6乘以60 一小時60分鐘吧 6小時應該是啊 6乘以60 也就是360分 選擇的還是2B 好 這就是我們說的例4 例4這個題呢 只要找到這個正負相關就可以了 正負相關就可以了 BK說用總量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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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對 為啥用總量算不對 你是怎麼算的呢 其實這個題很簡單 你們把這個題就是 就是我們以前經常講效果 說這個這個小學學的批用都沒有 是吧 說這個說這個小這個出水口還有進水口 你這不是吃飽了撐的嗎 怎麼還有進有出的呢 其實啊 你把這個模型套到生活中你就很明白了 就什麼意思呢 同學們對這個抽象的不理解 那你想一想 你們現在有收入嗎 假如你一個月收入是1萬塊錢 這相當於進來的 是不是啊 進來的 那現在你每個月呢 要支出8000 這就是出水口 所以你看你一個月之內就是如果你要結余的話 實際上你留下來的錢是多少呀 是不是就是你進的減出的那2000塊錢啊 這叫留下來的 對不對 這個等理解吧 這個要不理解就不用就不用工作了是不是 也不用考試了 那肯定是家裡有靠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看跟這個題是不是一定一樣的概念 你這個進的是錢 他這個進的是水 你出去的是消費 他這個出的還是水 所以留下來的不就是6-1嗎 進來的那個假的效率是6 流出去的那個出水的效率是1 所以6-1就是每小時 進入的那個蓄水池的量 是吧 蓄水池不就是你看儲蓄嗎 什麼叫蓄啊 就是這個意思 呃現在這個如何當第一理解了嗎 還有這個這個DK算想沒想明白 為啥算錯了 還有這個5637同學你們都理解了嗎 4437同學問總量不變嗎 當然不變了 蓄水這個總量是什麼呀 是蓄水池的量 蓄水池的量一直都是不變的 是不是啊 4437 就這池子一直就在這裡啊 就不管你出還是進 池子就在那裡一動不動 是這個意思吧 就這個意思 好的 這就是我們說的歷四這道題啊 歷四這道題 對整體它是不變的 其實我們就是你把這個就是投影到 投影到我們的生活中的這個概念上 你就能理解了 就比如說你這個總量相當於啥呢 相當於你的儲蓄賬戶 你要存30萬塊錢 你要存30萬塊錢 你想想你這個目標 如果你這個每每個月掙錢的速度和花錢的速度都是一樣的 你這個目標動不動啊 它不動 對不對 你你有時候花的多 那跟你儲蓄的目標有什麼關係呢 是吧 沒有關係啊 當然我發現同學們可能對儲蓄沒有啥概念 是不是啊 看來同學們都是家裡有礦的主啊 恭喜同學們 好了 這是歷四這道題 現在還有沒聽懂的嗎 現在沒聽懂的 給老師打四 如果聽懂了給老師打個666就可以了 好不好 就說白了這種有進有出的 你把它想像成我花錢和這個振工資就可以了 就沒問題了 聽懂了的同學給老師打一個666 好的沒問題啊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繼續往下看 那來看一下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呢 叫做效率之約型 剛才我們提到的是什麼呀 只出現工作時間 是不是啊 只出現工作時間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呢 就是除了工作時間之外 它還出現了別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效率這個概念 如果題材中提及到了 說好些個工作主體一起工作 效率不管相不相同 我們都默認它是相同的啊 只要他沒說不相同 我們都默認它是相同的 如果提及了呢 就更相同了 是吧 只要他說有好好多個主體 一起工作 我們一般呢 就複值每個主體的效率 都是1就可以了 複值每個主體的效率 都是1 也就是最簡複值嘛 那如果題目中又給出了 不同主體之間的效率 關係呢 比如說甲跟乙的效率之比是3 比5 那出現了一個比例相當於 是吧 還記得我們前面用比例法複值 的時候是怎麼複的呀 是一倍 那就複值1 對不對 那是沒有是1倍的啊 是2倍 那就複值那個是後邊的是1 那這個3比5呢 直接複值3和5就可以了 是吧 這叫複值最簡比例 那跟前面複值法的原理是完全一樣的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工程問題裡邊是如何具體應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力5這道題 你看啊 說A工程隊的效率呢 是B工程隊效率的2倍 某個工程呢 交給交給兩隊 共同完成是需要6天 那你看這裡是不是出現了是誰的2倍 這就說白啊 是吧 A是B的2倍 所以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是不是跟那個羊那個題一樣 馬是羊的4倍 A是B的2倍 所以我們複值什麼呀 出現了效率了 那我們就複值效率 複值誰呢 複值B是1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後邊的那個數是1 就可以了 這叫做出現效率 直接複值最簡比 出現效率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直接複值最簡比 這裡邊是2倍 所以我們直接複值B是1 這就是最簡單的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B是1的話 那A應該是多少 A是不是它的2倍 它的效率就是2倍 沒問題吧 就是2 那我們來看 這項工程交給兩隊 這個共同完成 需要6天 那說明什麼呀 說明總量是多少 總量應該等於 效率乘以工作時間 我簡寫一下啊 效率乘以時間P啊 乘以時間P 那也就是說 兩個隊共同完成 應該是A加B 他們倆相加的效率 就應該是3 共同完成6天 說明工作總量是多少呢 應該是18個工作量 這步沒問題 是吧 沒問題啊 那現在我們來看 現在兩個隊的效率 均提高一倍 什麼叫均提高一倍啊 同學們 原來的B 提高一倍 是不是就變成原來兩倍 的意思啊 是吧 就我是1 又給我一個1 這叫提高了我的1倍 所以現在的厲害了的B 是多少 應該是2 沒問題吧 A也是同樣的道理啊 提高一倍 A也變成了原來的2倍 那就成了4了 這就是B品和A品 這是厲害了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兩個隊的效率都提高了 然後呢 他現在工程還是按原來的時間完成的 那麼在這個實際工作中 我們來看 B隊幹了多少天呢 原來的時間是6天 B隊休息了一天 那是不是也就是幹了5天啊 沒問題吧 休息一天相當於幹5天 幹了5天 厲害了的B 這是B品了 效率是2 所以他幹了多少個量啊 幹的是2乘以5 應該是10個工作量 沒問題吧 那我們想一想 總量是18 B自己幹了一個10 那剩下的是多少 是不是就剩下了8個工作量 分給A幹呀 那A的效率又變高了 所以它是4 效率是4 所以你說他幾天就能幹完呀 這裡的問號應該是8除以4 應該是2天就幹完了 2天就幹完了 問的是選C嗎 不選C是吧 問的是什麼呀 中途最多可以休息幾天 所以選擇的是啥呢 應該是6 減去幹活的那兩天 那就是休息的天數 應該是4天 OK 選擇的是A選項 這是例5這道題 例5這道題 同學們是不是感覺就是聽起來還是比較清晰的 是不是啊 因為我們這個脈絡是這樣子啊 給大家梳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判斷工程問題 挺簡單 然後呢 出現效率之間的關係了 是2倍 那麼我們直接複值最簡效率比 最簡效率比就是B是1 A是2就可以了 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什麼呢 根據我們複值的最簡效率 我們能得出工作的總量是18 工作的總量是18 因為這裡有個6天 所以得到了18之後 我們再用第三步來進行 實際的工作狀態 我們分析一下 發現A呢 應該是最多可以休息4天 這就是這種題的三步走啊 觀察題目判斷方 提醒和方法 然後呢 找出工作總量 最後實際工作的列表球件 這個例5這道題有沒有疑問呢 有疑問的打4啊 沒有疑問我們就過了 有有沒有啥疑問 沒有疑問我們就來看一下 例6這個題好不好 例6這個題啊 例6說有20個工人修住一段公路 計劃是15天完成 現在動工三天之後 就抽出了5個人去其他工地了 其餘人繼續修路 你看這裡邊有一句話叫做 每個人的效率相同且不變 這是什麼概念呢 是不是說20個工人每個人的工作效率 都是一樣的呀 那我們想一想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叫多主體的這個效率 是不是就這意思啊 N個效率相同的主體一起工作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複製每個主體的效率都是1就可以了 這就是那種多主體工作的這種類型啊 那我們來看 例6是不是就這樣子的 20個工人一起工作效率是相同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第一步判斷提醒完了之後 複製誰 複製效率 複製每個人的效率 也就是每人每天幹的量呢都是1 每人的效率叫做 每人每天幹的工作量就是效率 應該都等於1 是可以的吧 那好了 第一步結束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步 是不是可以找出總量啊 總量應該等於什麼呢 20個人每個人的效率都是1 那20個人的效率是多少呀 20個人的效率是不是就20啊 20個1嘛 然後呢乘以我們的時間時間是多少 15天完成 那就20乘以15 所以我們就能求得這段公路的總量是多少呢 是300 這是第二步 我們把總量求出來了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第三步是什麼呢 說動工三天 這是實際的工作狀態了啊 實際的工作狀態是動工三天五個人跑了 那我們來看 在這三天的時間裡 是效率還是20 沒問題吧 這是幹了多少呢 就是沒有人跑的這個時候 幹了三天 每天幹20個量 那應該是幹了60個工作量 一共是300個工作量 幹了60個還剩下多少 還剩下240個工作量 這240個工作量多少人幹呢 5個人走了 那還剩多少呀 還剩下15個人幹 是不是啊 還剩下15個人幹 需要幹多少天呢 這個也很簡單 是不是啊 240除以15就可以了 這是多少呀 這應該首位上一 然後90 那就是16 所以這個問號呢 應該等於16 問你問的是什麼呢 這個問號等於16了之後 修完這段公路 實際用了多少天 那我們來看 動工了三天 然後呢又幹了16天 所以我們一共幹了多少天 是不是3加上16就可以了 應該是幹了19天 19天啊 所以加星你看 你這叫數了一半 是吧 做題做到了一半 那其實呢 我們很多時候也可以根據 也可以根據這個 這個做了一半的這個答案去猜一個啊 你看 這個一共有3 這裡邊呢16加3等於19 所以我們猜測是A答案也是可以的 那如何當第一問這個 用方程也可以吧 當然可以了 這其實就是一個解方程的過程嘛 相當於20乘以3加上15t等於300嘛 對吧 然後你解出來t應該等於16 如何當第一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就如果你特別喜歡方程 喜歡到這個令人发指的這個地步了 你就用方程就可以了 我是把方程的這個過程給大家 解方程的這個過程給大家展示起來了啊 不是你願意這樣去這個啊 就是逐步的去化解也是沒問題的 你願意去列個方程也沒問題啊 也沒問題 因為它都是很簡單的 好 這是例6 有沒有其他的疑問呢 沒有其他疑問的話 沒有其他疑問的話 那我們記住這件事啊 什麼事呢 就是如果出現了多主體的工作效率 多主體一起工作 那我們記住 複值每個人的工作效率是1 就可以了 那如何當第一 這個方法無高低啊 方法無高低 自己自己喜歡的就是你拿手的 用就行了 你就像那個資料分析 你們也學過了 就那個速算技巧 我說個實話啊 你想掌握所有的速算技巧 用到考場上的時候 你信手捏來 你想到哪個跑 然後用哪個 我可以明明白白的告訴大家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啊 考場上它跟咱們平時做題不一樣 平時做題你在這悠哉悠哉的 考場上那個時間那麼緊張 你的大腦的反應速度 是不可能在這個電視火光之間 能判斷出你要選擇哪種素算技巧的 所以這怎麼辦呢 有一句話叫一招先吃片片 知道吧 就是你牢牢的使用一個自己的速算技巧 就比如說四捨五入或者支出這一類的 你把這個一招先 你讓他牢牢的使用完 你就跟山東的很多學生一樣 他那他啥也不速算 他就在那直接算 但是因為他們高考扎實的那個基礎 他能夠他能夠就是比那個速算還快 這是不是也就也就是這個意思啊 一招先吃片片啊 就是你把自己的方法用的熟練了 比你強行去接受別人的方法 效果要好多了 能理解這個就可以了啊 能理解這個就可以了 呃當然了 就是我說的都是大實話啊 這裡如果有山東人的話 也不要為自己這個這個耽誤了 拖了山東人的後腿而悲傷 那確實我們現在缺的呢 就是刷題就是刷題 我們把這個我們把這個整個的這個題目多刷一些 然後確定自己的這個方法和這個自己的擅長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不好 有同學說看不見我是吧 呃肯定能看見我的 你是拿手機看的嗎 手機的話你看PPT就行了 不用看我啊 不用看我 電腦的話是可以手機和就是人和PPT同時觀看的 那可以看啊 好 這個是我們說的例6這個題沒有疑問 是不是啊 沒有疑問的話 那這個施洛西同學問 考試難度會比這些難嗎 那這裡呢也可以回答一下這位同學這個問題 就是不是的 一樣的 因為這也是真題嗎 一樣難 但是呢 心理感覺會不一樣 就是題目的難度是一樣的 但是心理感受不一樣 還是那句話 你當局者迷你坐在考場上 你一定覺得那個題更難 你你能能理解嗎 那個洛西 就是你你你你感覺不一樣啊 就是題目可能就是他就是這個難度一樣的 但你坐在考場上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題更難一些 就是考場上的題更難 因為你緊張 能理解吧 所以說我們怎麼去應對呢 還是就是心情精神壓力等等的 跟我們的這個技巧能力 它是同樣重要的啊 所以考考場上 考場上其實還是我我送給大家一句話 就是你把每一次平時的這個練習都當成真正的考試 然後呢 把考試當成平時的練習 這樣子就能夠做到這個同容一些 好不好 這是我們額外說的一些考場技巧啊 那剛才有同學又問說這些立題題型都得練熟練吧 那這是第一步啊 就這些立題你肯定得熟練 因為這些立題背後講的都是方法 把方法先都搞熟練了 然後用這些方法去做題 把那一步也做完了才能上考場 能理解吧 五六三七說都是提前交卷 那你很厲害是不是 是是做題做的快是吧 分數出來就傷心 那看來是有些題做的 只快正確率不高 是不是啊 那其實數量和資料呢 就是那種我們能夠提高正確率的模块啊 所以如果正確率不高的話 可以想辦法在資料和數學上下點功夫 那我們來看一下立七吧 立七呢 說的是甲乙丙三個工程隊的效率之比是6比5比4 你看出現的是效率之比還是個比例 是不是啊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第一步判斷完提醒工程問題 有效率之比 所以我們複值什麼呀 複值最減效率 也就是說 我就讓這三個工程隊的效率 都是什麼呢 就是甲就是6 令甲等於6 一等於5 丙等於4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好了 令這些效率都完事了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說什麼呢 說將兩項工作量相同的這個工程啊 交給這兩個工程隊 甲負責A 已負責B 丙參加 丙就是一會在這邊一會在那邊 是吧 現在呢同時開工 號工16天 同時結束 問你丙在A工程中 參與施工多少天 這個題 這個題工作的實際過程還是挺費勁的 是不是啊 所以這種題我們有一種什麼思路呢 就是叫做整體考慮 什麼意思呀 什麼叫整體考慮啊 同學們想一想 我們單獨去考慮這個丙在哪干活 是不是不太好考慮啊 是不太好考慮吧 是吧 所以呢 我們如果整體考慮 你就列方程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這樣去解 就整體考慮 我們就這樣子 求誰設誰 假設丙對在A工程中參與施工是T天 那你可以發現A工程隊的工作量是多少呀 就是甲的效率6乘以16 這是甲隊的工作的量 對吧 加上那個丙對幫甲干的活 那也就是4T 這是A工程啊 這是A工程 那這個B工程是什麼呢 B工程是乙對和丙對一起幹的 乙對幹了多少呀 是5乘以16 沒問題吧 那丙幹了多少呢 丙應該是幹了 這是16-T 然後乘以一個4 對吧 這是他們共同幹的 那有提議 這兩項工程的工作量是相同的 所以你要裂方程如何當第一 是不是這麼列的 是是是這麼列的吧 裂方程是這麼列的啊 但是呢 如果裂方程是這麼列的 其實還有點難度 你當然這裡可以解出來啊 那所以我我們在這裡想的整體考慮是啥意思呢 你看我的式子 這個當地一同學啊 是怎麼做的呢 我們想一想 兩隊 這個三個隊啊 同時開工耗時16天同時結束 說明什麼問題啊 說明所有的人都幹了16天的活 對不對 所有的人都幹了16天的活 所以我就知道了整體的工作量是多少 這是第二個方法了啊 剛才那是第一個方法 整體的工作量是多少啊 是不是就是6加上5加上4 然後乘以16啊 這點能理解吧 就是我三個隊都在幹活 所以整體的工作量就是這些 沒問題吧 這是所有的效率乘以這個時間 那這是兩個工作 兩個工作的這個工作量 由於他倆相同 所以一個是不是就除以二就可以了 比如說這就是A工程隊的工作量 那我們想一想A工程隊的工作量 裡邊減去甲幹的6乘以16 是不是就是餅幹的呀 那這是餅幹的工作量 除以餅的效率 是不是就是我們最後的答案呀 我再把這個過程叙述一遍啊 這是第二種方法啊 第一種方法方程我不說了 第二種方法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整體考慮 所有的工這個工程隊 三家都在幹活都幹了16天 所以我們把他們的所有的效率都加起來 6加5加4 這就是三個工程隊一天幹的活 乘以16就是他們一塊幹的活啊 一塊幹的活 一塊幹的活是兩工程工作量一樣 所以除以二就是A工程隊的 A工程隊的總工作量 減去甲幹的那就是餅幹的啦 餅幹了這麼多活 除以它的效率4就是餅的天數 這個就好求多了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15乘以16 15乘以8 15乘以8 15乘以8那就是120 減去一個96再除以4 那是不是就是24除以4啊 那答案應該是6 选择的呢 是A選項 選擇的是A選項啊 這是我們說的這個工程問題的這個例期這道題 那這道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可以選擇方程 也可以選擇這個用我的這個整體總量考慮啊 這兩個方法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能聽懂其中的一種就沒問題了啊 不要求兩個都會 聽懂其中的一種就可以了 好不好 這是我們說的例期 現在例期還有沒有什麼疑問呢 建議大家回去之後把這個題再聽 再聽一遍錄播啊 聽一遍錄播 5637同學問效率是什麼 效率是什麼 這個這個問題我應該怎麼回答你呢 就剛才最開始的時候我們不是說了嗎 我每分鐘打60個字 這就叫效率 就單位時間內你能幹多少活的就叫效率 對吧 呃這個這個我就不知道咋解釋了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概念性的問題啊 好的那我們繼續往下看了 繼續往下看 工程問題呢我們就結束了 我們總結一下我們常見的三種類型 核心公式總量等於效率乘以時間 方程裡邊如果給出的值比較多 我們直接根據等量關係去列方程求解就可以了 然後呢給定時間的只給出了時間的 我們一般負值總量為時間的公倍數 這裡邊有什麼合作的呀加入的呀退出的呀 還有那種複合作就剛那個出水是進水的那種 那還有這種給定了時間之外還給出效率的 那給出了不同主體的效率關係的 我們一般就直接按比例去複值效率了 多主體的呢複值1 A比B型的呢複值A和B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工程問題的整個這個核心的這個章節啊 如果沒有啥疑問的話 那我們這個工程問題就過了好不好 好這是我們說的工程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大章節 叫做經濟利潤問題 那經濟利潤問題呢其實呢挺簡單的 但是呢同學們在考場上的時候容易把自己繞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經濟利潤問題啊 它有好多的概念 什麼進價呀成本啊利潤啊售價折扣定價銷量 你看這麼一堆詞 你要不是一個頭腦很清醒邏輯很強大的人 你一般是做不了生意的 是吧同學們有沒有家裡做生意的呀 做生意的對這些可能會有所感知 是不是就比如說就不用家裡做生意 有沒有在微商上賣那個面膜的呀 是吧他肯定對這個東西感知是比較強一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常來講 我們現實中我們自己生活也會用到這些詞啊 那我們挨個的來看一下 我舉個例子大家應該能理解了 舉個什麼例子呢 比如說一件商品 我隨便舉一個商品啊 比如說老師喝水的這個杯子 這個杯子 是一個小狐狸 這是小狐狸的尾巴 非常漂亮 那這個呢 是當年也是 就星巴克最近有個杯子搶封了 是吧 就是那個貓爪杯 搶封了 那我這個杯子呢 也是當年星巴克的限量版 所以呢 比較貴 買一個呢是200塊錢 那你想一想 如果我要做杯子生意的話 這個200元是什麽呀 就是我的禁價 是吧 就是我從星巴克買一個是禁價 就是200塊錢 這個所謂禁價呢 就是我做這種批發 就我們這裏的經濟利潤問題 一般都是批發商啊 就或者叫零售商也可以 就沒有制造一企業 所以呢 就是我進來 或者說我的成本 那就是200塊錢 沒問題吧 沒問題啊 好了 現在呢 這個比如說 這個好想當第一同學 就看上了 是吧 他覺得非常棒 他就看上了 看上之後他就問老師 你能不能把這個杯子賣給我呀 反正星巴克已經不出了 所以我想要這個杯子 我說沒問題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賣給你 你看我這麽黑的人 是不是啊 黑心的一個人 那我就得多賺點錢 我賣給你1000塊錢 如何當第一 你買嗎 給我一個回复 買不買 就不買也得買啊 逼迫著你買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行 不買是吧 不買 那我給你 我給你砍一半錢 行不行 我給你500塊錢賣啊 這回這回好多了是吧 500塊錢 500塊錢買不買 再不買就不就就上不了課了 好的 這是我們說的 500塊錢賣給你的話 那這個500塊錢是什麽呀 如何當第一 回答一下 是不是就是我們說的售價呀 沒問題吧 說的就是售價 那我們想一想 我我一個杯子200塊錢進的 500塊錢賣給你了 我從中間賺了多少個 賺了多少錢 是不是我一個杯子賺了500 減去200呀 那這個500減200 是不是就是說的利潤啊 也就是說我賣一個杯子賺了300元 那這個利潤是咋來的呢 記住這個公式 利潤應該等於售價減去成本 就是這麼個概念啊 我賣出去了 跟我進價 就是我們這個模型把一切 什麼管理費用啊 什麼運輸費用啊 都去掉了 就是售價減成本 就是利潤 所以呢售價減成本就是利潤 這個300塊錢就是利潤 那好了 現在這個這個嘉欣也心動了 是吧 嘉欣說嘉欣剛才說不買是吧 那嘉欣我我我給你 我我我給你 我給你打個折好不好 我給你打個什麼折呢 我覺得你數學基礎這麼好 那我看在這個非常喜歡你的基礎上 我給你打個對折怎麼樣 什麼叫對折呀 給你一個吉祥數是不是 這對折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五折的意思呀 是不是就五折的意思呀 那五折是五折是什麼概念呢 同學們 500塊錢的五折是不是也就相當於是五折是折扣啊 那實際的這個售價是不是也就是500乘以0.5啊 注意打幾折就是乘以0.幾啊 所以你看你去商店里那個看到那個九折八折的 你感覺這是在在忽悠人是吧 就根本就沒打嘛 如果你要看到三折二折你就開心了 是吧相當於是0.2 0.3 那個概念 所以對折也就是五折就相當於乘以0.5 這個數字挺好 250塊錢一個 簡直是賠本了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定價是500 打了一個折扣變成250了 注意定這個實際售價等於定價乘以折扣啊 那這個時候我們來看我我我我賣的話 加錢肯定買了是不是啊 那這個時候我賺的第二笔利潤應該是50塊錢 這個也沒問題是不是啊 好了 現在我們來看我一共賣出去幾個杯子呀 賣出去兩個杯子 這兩個杯子叫什麼呀 叫銷量 沒問題吧 那好我們來看我獲得的總利潤是多少呢 同學們 賣了倆杯子 上了一節課賣了倆杯子 這個獲得的利潤是多少 同學們肯定是拿300加上50 是不是啊 等於350 這說白了是什麼呢 就是300乘以1加上一個50乘以1 沒問題吧 這叫做單利潤乘以銷量 這是第一個公式啊 總利潤等於單利潤乘以銷量 那這個公式呢 有的時候好用 有的時候特別容易出錯 所以說呢 更推薦大家使用第二個公式 就是總利潤應該可以等於總售價 減總成本 什麼意思呢 你看我賣的這兩杯子總售價是多少 一個500一個250 是不是750塊錢啊 沒毛病吧 750塊錢 總成本是多少呀 一個200 兩個就是400 所以你看這個是不是跟前面那個是相等的 也是350 這就是我們說的總利潤的兩種計算方式啊 它可以等於單利潤乘以銷量 這個時候你不要忘記那些虧損虧損的 如果忘記那個就很容易出錯 那或者呢 也可以等於這個總售價減總成本 這個不容易出錯 所以推薦大家使用這個減法公式的這個 這是我們說的總利潤的公式 那這裡邊呢 還涉及到一個就是所謂的利潤率 利潤率等於什麼呢 利潤率在數量 你們已經上過資料分析了 是吧 老師是怎麼跟你講的呀 在那個里面利潤率是一個比重的形式 就是啊 它應該是等於利潤除以啥呀 除以的是收入 沒問題吧 除以的是收入 但是啊 這條在我們這裡行不通了 這是資料裡邊的 我們數量關係裡邊不這麼算 那啥呢 因為數量關係裡邊 就資料呀 說白了 它是一個真實的企業的數據 那個收入跟成本的 那你說我們數量關係 他就賣個杯子 都是糊弄小孩子的 那成本是很好算的是吧 所以直接拿利潤除以成本就可以了啊 這就是數量關係的這樣一個內容 那所以呢 我們在數量關係裡邊的利潤率等於利潤除以成本 那它還等於什麼呢 它還等於售價除以成本 再減去一個一 有點像增長率 是不是啊 售價减成本 再除以成本 相當於售價除以成本 减一 正常來講這個用的更多一些 就在數量關係中 這個用的更多一些 理解這個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所有的概念和公式 我們聽著這個杯子的故事 我們就講完了 有沒有對這些概念和公式有疑問的呀 有沒有對這些有疑問的呀 有的話給我打一個250 沒有的話我們就就就來看題了 好不好 這個這個聽聽完了這些概念和公式 總感覺躍躍欲試呢 是不是啊 總感覺想去開個店啥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如果實際開店的話 我們像我們這些小應用題 我們一般都做的用的是什麼方法 經濟利潤問題 你看啊 它也有這種就是定價乘以折扣 單利潤乘以銷量這種的 所以呢 我們一般情況下也可以用複值 那當然了 同學們喜歡方程 方程也是非常簡單的啊 也是非常簡單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類大的提醒 叫做利潤率折扣性 也就是我們所有的呢 都跟利潤折扣 以及這些概念有關 你比如說第一題 某產品的售價是67塊1 現在呢 節約了10%的成本 售價不變 利潤翻了一番 問你最開始的成本 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裡邊有什麼概念 是不是有售價 有成本 有利潤啊 我們知道這裡邊的公式 涉及到的是哪一個 是利潤等於售價 減去成本 沒問題吧 利潤等於售價 減成本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啊 原來是什麼樣子的呀 原來的利潤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售價是67塊1 問的是最初的成本是多少錢 那求誰設誰呗 喜歡方程 以後我們都改方程了啊 最初的成本 我們假設它為X元 是不是最初的利潤就是 61 67.1-X呀 這沒問題吧 現在我們來看 節約10%的成本 又是什麼意思呀 原來是X 現在變成多少了 現在變成多少了 是不是相當於變成 1-10倍的X了 也就是那10%的X沒有了 所以就是1-10%的X 這是現在的成本啊 也就是0.9X 0.9X是現在的成本 那現在的售價沒有變 還是67.1 對吧 所以-這個0.9X就是現在的利潤 原來的利潤和現在的利潤 我們都表達出來了 他說利潤比原來翻了一翻 什麼概念呀 我們如果列方程挺簡單 是吧 就是底下的這個數比原來 什麼叫翻了一翻呢 同學們啊 謝天謝地 你們已經學過資料了 是吧 學過資料就知道了 翻一翻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二倍呗 沒毛病吧 翻一翻就二倍的意思 所以就是二倍的67.1-X 這是我們說的那個方程 這個方程 同學們列的是長的這個樣子的嗎 如果你列的方程也長的這個樣子 那你就做對了啊 那我們來看你選的是哪一個 這邊的係數是二 這邊的係數是0.9 那就是1.1X 1.1X 兩個67.1 一個67.1 那還剩個67.1 X問你多少 應該是66 然後是61 選擇的應該是C選項啊 選擇的是C選項 這個題呢 挺簡單 就是說的就是利潤等於售價减去成本 那如果他大家對這個概念和公式沒有問題 這道題用方程應該是沒有沒有問題的啊 那注意這裡邊的兩個兩個這種量的描述 一個是節約10%的成本怎麼去表達 一個是翻一翻的概念 只要知道了這些固定的表達 那我們這道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有問題的打一個4 沒有問題的打666 好吧 有問題打4啊 沒有問題666 我們結束這道題 我們繼續往下看 繼續往下看 繼續往下看 來看一下第二題 說這個早餐店的試營業 你看剛才還說著我們要這個 看到了這些詞 我們想去開個店 現在就開上了 是不是啊 這個早餐店 這個早餐店好黑啊 早餐店試營業套餐成本8塊錢 賣26塊錢 看的我都不想當老師了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個成本給了售價也給了 那麼他的利潤也很好求 26減8就是他每份早餐的利潤 當天賣不完的呢 他就不再出售了 還算有良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過去兩天的時間裡呢 每天都準備200份主打套餐 第一天呢剩餘了20份 那第一天賣了多少 180 是不是啊 第二天全賣光了 第二天就賣了200 所以說你看這兩天 一共賣了多少 賣了多少啊 一共賣了這是380份 沒問題吧 380份 是吧 第一天賣了180 第二天賣了200 賣了這個380 然後呢 不再出售 那就是扔了呗 扔了多少 扔了20份 沒毛病吧 現在他問你這兩天 該早餐店主 該早餐 這是什麼 怎麼個断卷的 我這語文不好的 看一看啊 該了 該早餐店 沒有不是店主啊 主打操餐 購盈於多少錢 是這意思吧 那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開早餐的黑店啊 那我們來看 同學們選擇2B的 請給我留言 請給我留言 打一個二 打一個二字 選2B的留言 給我打一個二 加星選的是2B 是吧 還有其他同學 預期的時候選2B嗎 我這麼問的話 正常來講就是你們錯了 是吧 就是你們錯了 你們錯了 錯在哪裡了呢 選2B的同學 我們來看一下啊 剛才我們已經說了 這問的是個總共盈利 是不是 共盈利說的也就是總的利潤了 總利潤等於什麼呢 它等於剛才我們說了 有兩個公式 第一個公式是單利乘以 單利乘以銷量 沒毛病吧 那第二個公式呢 他說還等於一個總成總收入減去總成本 我們先拿第一個來試一試 就知道錯在哪了啊 加星來 加星跟著我看 單利你肯定是這麼算的 單利是26-8 這是一份的利潤 是吧 你成了一個380 然後選擇了一個2B 是這麼做的嗎 你還說這提纜這麼簡單呢 這就掉坑裡了 這個坑為你挖的很大 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說如果這個賣的這個早餐裡有賣出去的380 它是不是還有賠本的這20呢 所以你看你還得加上這個賠本的 加上賠本的那就相當於減去那個成本乘以20 沒問題吧 這就為什麼我不建議大家用第一個公式啊 經常容易出錯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我們現在這麼做完了 怎麼算比較快一些呢 我們會發現尾數好像不太好用 是吧 尾數都是0 但是我們又發現 倒數第二位尾數就都不一樣了 是吧 所以我們應該用兩位尾數法 什麼意思呢 就墨兩位尾數 不算是墨一位了 我們用墨兩位 啥意思你看啊 這個也就是18 1818乘以380 再減去一個160 沒問題吧 前面的墨兩位尾數是多少啊 0放在這不管他了 8864是不是40啊 減去這個60 所以尾數是多少 140-60 尾數是不是80啊 尾數是80 幹掉BCD 選擇A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說的這個第一種做法啊 第一種做法 那同學們已經明白錯在哪了 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第二種做法 是不是就比較比較這個這個恍然大明白了呢 來看 總收入是多少呀 一份賣26賣了380份 對不對 總成本呢 一份是8塊錢 一共一共做了400份 是不是就完事了 好結束了 這個事故就結束了啊 非常簡單 那我們來看他的尾數是多少 前面6跟8的尾數 68還是80 是吧 右邊呢 這是00 那所以就是80 所以選擇A 也搓搓的 所以你看啊 第二個公式 我們是不是感覺到了他的這個簡便性啊 是吧 所以如果有賠本的 如果有賺有賠的 建議大家使用第二個公式啊 當然第一個公式也沒問題 只是你做的時候要當心就可以了 這是第二這道題 這道題有沒有啥疑問啦 還有沒有啥疑問啦 沒有的話給老師打666啊 打一個666就好了 好 這是第二 我們繼續往下來看 看一下這個第三 第三比較簡單 是吧 說這個 把一個茶具加價了四成又八折出售了 這個裡邊其實說的就是折扣的這些概念了 我們來看這都有什麼概念 什麼叫加價四成呢 這問的是茶具的原價是多少錢 我們求誰設誰設位X啊 原來是X加價了四成是什么概念 是不是就變成了1加上0.4啊 四成就相當於是0.4倍啊 跟那個打折有點類似 四成成數跟翻翻應該也在資料裡提過了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1.4X的意思 然後又又又也就是1.4X 我直接寫出來 然後呢 又以8折出售了 是不是在1.4X的基礎之上打了個8折呀 打8折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1.4X乘一個0.8倍 是這樣子的吧 那我們來看最後變成了多少X啥 14乘以8是80加32 112去掉1.12X 沒問題吧 是1.12X 現在他說實際售價比原價還高24 那也就是說是最後的這個1.12X比X高24 這個方程簡單極了是不是啊 也就是0.12X等於24 所以X沒多少 0.12等於24 所以X應該是等於200 選擇C選項 結束戰鬥 這是第三這道題啊 第三這道題 那個人說老师這個題確實簡單 那這個題呢也是建立在你的基礎 打打得很牢的基礎之上才簡單的 是吧 像承受和折扣的定義 大家都把它掌握住了就可以了 這是這道題 我們把重點穿一下啊 第一個重點 乘數第二個重點 折扣 好 第三有沒有沒聽懂的呀 呃 如果沒聽懂給老師打一個4 沒有的話我們就過了啊 這個題應該應該比較好理解是吧 就不再多說了 好 這是第三 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看一下 第四 可可哪哪里沒聽懂 哪哪里沒聽懂 四成這個概念沒聽懂是吧 那你上資料分析的時候 你沒有說過這個成數的概念嗎 就是一成就是十分之一 四成就是十分之四 這幾成就是十分之幾 加四成 四成是四倍的意思 那肯定不可能啊 一個查據加加四成 變成原來的五倍了 理解錯了啊 一成是十分之一的概念啊 哦 有兩個一個可可一個可可 是不是啊 對 那也不是四番啊 如何當第一也沒理解 也沒理解 對啊 我把你們的資料分析給你們複習一遍 好不好 翻了一番 是二倍 翻了兩番是四倍 四番是多少 四番也不是八 你們看來你 為如玉感到這個痛心啊 翻了四番的話 應該是二的四次方 那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十六啊 可可 第一還有可可 能理解了吧 翻了兩番是四 是四不是不是四番啊 這裡是寫錯了 應該是四倍 翻了四番是二的四次方 應該是十六倍 四成呢 乘數和翻翻嘛 看來是前面沒掌握好 一乘是十分之一啊 一乘是十分之一 那N乘就是十分之N 把它改成這個就可以了 好 這是我們把這個所有的都鞏固一遍 呃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的小喵特別棒啊 再次感謝一下小喵 我們把小喵打的這些東西都記下來就就沒問題了啊 就沒問題了 好的 這是我們說的這個利就不是第三啊 就是 這是我們說的一些這個資料分析中的這個術語啊 那沒問題了是不是啊 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我們過啊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 第四呢 說這個老王兩年前投資的藝術品市價上漲了50% 為了盡快出手呢 他按八折出售了 然後又有一個交易費用 完了最后呢 賺了七萬塊錢 問你買進藝術品花了多少萬 花了多少萬 我們是不是可以求誰涉誰啊 是吧 跟剛剛那個茶具有點類似 我們假設老王買進的時候花了XY 花了XY 或者是我們用方程也行啊 其實這個題我建議大家複值 就我們複值吧 你看複值是不是比方程會簡單一些啊 看一下 因為他只有一個七嘛 符合我們複值的原理 假如老王買藝術品的成本是100 100啊 那我們來看上漲了50% 說明售價是多少 是不是就150啊 是吧 他按照八折出售的 那麼實際的價格是多少 是不是就150乘一個零 注意這個折扣就是0.8的意思 是不是啊 所以150乘0.8那就是120唄 沒毛病吧 那現在呢 他賺了多少錢呢 應該是這個這個現在還沒有賺啊 現在我們還要扣除一個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 交易費用是成交价的 也就是這個實際價格 成交价的5% 所以這個這個交易費用是多少錢 是不是就120乘以5%啊 那應該是6 這這些大家都有問題嗎 我們就是把這個題目給他就是數據化了啊 現在我們來看賺的利潤是誰啊 是不是這個120是售價 減去交易費用6再減去100 就是這個我們實際賺的利潤啊 應該是14 沒問題吧 這6沒問題吧 就是負值啊 負值 負值我們買進的時候花的是100 所以呢 售價150 實際價格100 120 然後交易費用6萬 不是6萬 就是6 然後呢利潤應該是14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4對應的是什麼呀 對應的是7萬塊錢 對不對 所以你說100對應的應該是我們要求的這個應該是多少錢呢 14對應7 100是不是除了2就行了 是吧 對應的應該是50萬元 OK 選擇4D 這是負值解決的啊 如果不負值呢 其實也也也不難 你就用方程呗 X然後是1.5X乘以一個0.8 是不是啊 再減去這個1.5X乘以0.8 再乘以一個什麽就好了 乘以一個1 1-5% 再減去X應該等於7 那你也可以解出來X應該等於50 這倆是一致的啊 所以同學們用哪一個都可以 好 第4這個題 不管是負值還是方程 是不是都可以的 是不是都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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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方程也可以 負值也可以 負值就是稍微的計算起來簡單一些 那5637同學問了 為什麼你上來負100呢 為什麼呀 這是因為你前面聽的課的 就跟那個資料分析一樣 聽的課沒記住是吧 前面我們說什麽來著 負值的時候 如果是分數的話 負誰啊 是不是負值分母啊 百分數呢 負值100 就說白了就是100的 就是百分數的分母不是100的嗎 所以這麽負就行了 還記得吧 如果記得的話 您就理解了啊 上漲了百分之后 所以成本就負100了 理解了吧 好 那之前的課呢 還是要多回去回顧一下啊 多要多回去回顧一下 好 第四還有其他的疑問嗎 我覺得5637同學還挺還挺好的啊 很喜歡你 那同學 其他同學還有什麽疑問嗎 沒有我們就往後看了啊 我們就往後看了 看一下第五 第五說啥呢 說山長力某商品的成本上漲了百分之二十 售價呢 只上漲了百分之十 毛利率也就是利潤除以這個進貨價 也就是利潤除以成本 是吧 比以前呢下降了十個百分之 那你原來的毛利率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啊 這道題涉及到的是利潤率 也就是這個毛利率 也就是這個毛利率 那所以說我們會記得 剛才那個我們說了 這個我們用利潤除以這個除以這個成本 那其實呢 我們更多的可以用這個售價 除以成本再減一 是吧 跟這個公式是一樣的啊 那有同學說 那有同學說 負值方程 其實涉及到利潤率的 建議大家方程 為什麼呢 因為方程處理起來應該更快一些 你看啊 如果我們假設這個成本是x 售價是y的話 那你看原來的利潤是多少 原來的利潤率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y原來的 是不是就是y除以x-1啊 沒問題吧 現在的利潤率是多少呢 現在的利潤率我們把它寫在右邊吧 現在的利潤率是多少呢 成本上漲了20% 售價上漲了10% 現在的售價是不是1.1y了 就是1加上10y 是吧 1.1y 那現在的成本呢 現在的成本應該是1.2x 然後也減去一個1 那有提議啊 原來的利潤率高 還是現在的利潤率高啊 肯定是原來的 是吧 現在的下降了 所以原來的減去現在的有提議 就是那10% 10個百分點嗎 這是我們列出來的方程 有沒有問題啊 用方程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求解一下 好吧 求解一下啊 那我們會發現 這裡邊呢 減1 然後再這個減去 減去負1 就加1 就抵消了 所以呢 就應該是1.2x 通一下分 然後是 分之y 減去1.1y 等於百分之十 也就是十分之一呗 沒毛病吧 也就等於這是 十二分之 十二x分之y 等於十分之一 是吧 所以你看我們能求出 y比x等於多少呀 y比x等於多少 應該等於1.2吧 是吧 就你把它視為一個整體 十二分之一倍的xy等十分之一 所以它應該是等於1.2啊 1.2 那它等於1.2了 原來的毛利率 是不是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式子呀 所以原來的毛利率是多少呢 就是1.2-1 那也就是0.2 我們劃成百分數 是不是就是百分之二十啊 百分之二十 所以呢 選擇的應該是2B 這個題你看講起來還挺輕鬆的 但是其實它還挺難的啊 挺難的 當時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會做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同學們這裡邊呢 有哪一點是不明白的嗎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再給大家理一遍啊 看我的理數裡 能不能讓你明白一點 首先我們來看毛利率 它等於利潤除以收穫價 這個沒問題 我們在這種題裡邊呢 盡可能的把它寫成這種形式 也就是售價除以成本-1 這樣好算一些啊 那我們來看 那這裡邊呢 我們就設這個售價是X 成本是Y 因為這裡正好涉及到這兩個量 所以我們就能列出來 原來的毛利率 就是這麼一個式子 現在的毛利率呢 就是這麼一個式子 兩個相減是10% 沒毛病吧 這是我們列出來的方程 那列出來的這個方程 怎麼去求解呢 我們先通一下分 變成這個1.2X分之0.1Y等於十分之一 那也就是12分之一倍的XY比X等於十分之一 對不對 等於十分之一啊 所以這脫落呢就等於1.2 所以這些等於1.2 那麼原來的呢就應該等於1.2-1 也就是20% 這是三個步驟 第一個拿這個表達 第二個列出方程 第三個解方程 這個題主要拿在解方程上啊 解完了之後 我們直接求得答案就可以了 疑問是啥 下降了10%等於原來的90%嗎 對呀 沒問題呀 有有啥疑問嗎 就是因為這裡的利率說白了 它是一個百分數是吧 其實你們學資料的時候也學過 兩個百分數之間的加減應該用的是百分點 所以呢 下降了10個百分點的意思 其實就是兩個百分數在加減 這裡邊兩個百分數沒有這個 百分之是原來的多少 90%的意思啊 但如果說售價下降了10% 那就是變成了原來的90%了 這個意思 可可理解了嗎 嗯 上漲了10%就是1.1了 下降了20%呢 如果這是下降了 那就是0.8 就是1-20% 就可以了 這就跟那個增長率有點類似 是吧 增長率有點類似 好 那還有其他的疑問嗎 沒有其他疑問的話呢 如果這個題想聽懂的話 建議再回去 再建議回去再聽一遍錄播啊 再建議回去聽一遍錄播 因為這個題我覺得並不簡單 就是可能這講起來沒有啥難度 但你自己做的時候並不簡單 所以說還是建議同學們回去再看一遍 好不好 這是例5 那我們對 不好算 主要是 那我們繼續再來看一下這個例6 例6呢 就是我們這個經濟利潤問題裡邊的一類 稍微難一點的了 我們來看一下是怎麼做的 說商場呢 以每件80的價格購進了某品牌襯衫500件啊 然後呢 每件120的價格銷售了400件 現在他要達到盈利45%的預期目標 問你剩下的可以降價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邊是不是有很多的數值啊 有很多的數值 是吧 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概念 你看 有每件80的價格 這是不是說的是成本啊 或者我們叫做進價啊 進價跟成本在這裡是一個意思 是80 然後售價是多少呢 售價是4 120 是吧 120 那我們會發現利潤應該是多少 利潤應該是40 利潤不是等於售價點進價嗎 然後還有一個銷量 銷量是500 所以呢 總盈利本來應該是這個 總的盈利本來應該是2萬 是吧 他現在要達到的這個預期目標 總利潤 預期目標是盈利45% 同學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盈利45%的預期目標呀 說白了就是我的總利潤應該是總成本乘以1加上45% 這就是總的收入 那盈利45%呢 就是總收入應該等於這些 就叫做就叫做盈利45% 能理解吧 總收入等於總成本乘以1加45% 此時就能達到盈利45%的預期目標 說白了呢 這個地方的這個利潤此時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80乘以45% 直接乘45%啊 再乘以這個500 這就是預期目標 這是預期 我們把它寫在這 那這個預期目標是多少錢呢 我們來看一下 呃8乘以45 應該是36 是吧 36再乘以一個5 應該是18 再來看一下位數 前面應該是 前面應該是36 是吧 36乘以500 應該是1800吧 是1800吧 應該沒有啥問題吧 36乘以5是180 應該是1800 1800 預期的這個盈利呢 是18000元 這是我們說的這個總的原先的預期目標 這一步同學們能聽懂嗎 能聽懂呢 給我們給給老師打一個2 或者打個5.5也行 就是原來的這個這個盈利45%的意思 就是一件盈利45% 就拿這個80乘以45%就行了 那一件呢 就能賺36塊錢 36再乘以這個500 那應該總的賺的這個呢 應該是18000元 那那這是我們說的 預期的這個總的盈利啊 預期的總盈利 那我們來看 實際銷售的時候 是什麼概念呢 實際銷售的時候 有400件的衬衫 銷售了個400 然後是按照41件銷售的 對吧 有40 賺40塊錢 那此時呢賺了16000了 他現在我們來看啊 如果想達到總的這個18000的這個目標 還得賺多少錢啊 還得賺2000塊錢 是不是啊 所以這2000塊錢 只能靠剩下的那100件衬衫來完成了 那這100件衬衫 一共要賺 因為這個乘以他等於他 等於這個總利潤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利潤應該是多少 是不是就應該是20啊 沒毛病吧 就是一部分呢賺了16000 剩下的要想賺2000 那麼利潤至少得是20 利潤是20 這個進價不便是80 所以你這個售價是多少錢啊 是不是就得是100啊 所以你降價最多降多少呢 120-100就可以了 應該是20塊錢 所以選擇的是私地選項 這是我們說的這個利六這道題 這道題呢是經濟利潤裡邊 就是應該說是最難的那一類吧 那同學們好好的體會一下這道題啊 就是賣出的和剩下的 要想一共賺18000 那賣出的已經賺了16000了 那剩下的呢就得賺2000 剩下的要想賺2000 那麼這個利潤就得是20一件 那20一件的話 只能降價降20 最多降20就可以了 那利六這道題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啊 有問題的打4啊 有問題的打4 沒有問題的給老師打個666呗 DK是哪沒沒聽明白呢 哪里沒聽明白呀 沒聽明白的可以把問題直接打出來啊 總利潤是吧 這裡的總利我這裡的總利 他這裡的總利應該是兩萬啊 兩萬沒有問題 我這裡說的是什麼呢 是預期的那個目標 剛才不是說了嗎 能理解這個這個題就沒有難免了 預期目標達到的盈利是45% 你記住一件事就行了 所有的這個盈利率都是成本乘以這個利潤率 就等於利潤 其實說白了就不就是那個利潤率的這個公式反過來嗎 還記得我們的利率是怎麼算出來的不 利盈利率也好什麼利潤率也好 不是等於利潤除以成本嗎 所以我們要想知道利潤的時候不就拿成本乘以這個就可以了嗎 就前面這個公式能退後面這個公式 但是我們一般靠常識也是能做出來的啊 你比如說我這我這個杯子 净價200 那我我我我利潤率是20% 那是不是就是說我賺40塊錢的意思 就200乘以20%就可以了 聽懂了是吧 聽懂了 那其他同學呢 其他同學還有沒有啥疑問呢 沒有疑問的話 這個題我們就過了 好吧 來我們接下來看經濟利潤問題的第二個題型 第二個題型呢 叫做分段計費類 這一類的同學們倒是可以得到一個好消息 就是這一類題啊 挺簡單的 真的啊 非常簡單 那怎麼簡單呢 說白了 分段計費就是我們現在 市場生活中那些水費電費都是這個都是這樣分段去計費的 那怎麼解決的呀 分幾段就算幾次就行了 你比如說 假如你的水費在40噸以下都是5塊錢一噸的話 那你就把這200塊錢先交了 那40噸以上的呢 變成7塊錢一噸了 你就按照把上面的那些乘以7就行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個人所得稅剛剛進行了改革 個人所得稅是不是也是分段計費啊 你看那個這個我們所有貼心的媒體還給我們設計了那些什麼速算扣除數之類的 那你們你們對這個個人所得稅現在有什麼有有關注的嗎 有好學同學說老師我交不上個人所得稅是吧 尤其是稅改之後 那也挺好的啊 那說明我們沒有被國家國家剝血 但是你們如果考上了應該是要交個人所得稅的啊 就是交的不多可能 那完了之後呢 我們分幾段就各個每局就行了 就跟我們那個個人所得稅表一樣 然後呢 你總共交的稅加在一起就可以 就這個意思 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題吧 你比如說例期這道題 說高校的學生宿舍呢 實行的是用電定額制 定額制內呢 每度是5 0.5元 就5毛錢一度 然後超過之後呢 漲價60% 好 DK同學你告訴我 哎不是 剛才問的不是你啊 那個那個那個可可 是吧 可可問那個上漲還是下降的 可可問 同學告訴我 漲價60%是多少錢一度啊 可可 分股 分股平面 漲價60% 是不是就0.5乘以這個 1加上60%的意思啊 這叫漲價 是不是啊 也就0.5乘以1.6 那應該是漲 注意是漲了三毛錢啊 那最后呢 應該是用是8毛錢一度 沒問題吧 8毛錢一度 那好了 我們現在來看 定額之內的5毛錢一度 定額之上的8毛錢一度 他一共用了35度電 一共交了22塊錢 問你定額是每個月多少度 是不是可以方程啊 是吧 求誰設誰呗 設這個定額是x度 那x里邊的是5毛錢一度 0.5x 花了 那定額以上的是多少度呢 一共是35度 里邊的是x 那上面的 是不是就35-x啊 就跟那個基兔銅龍問題一樣 是不是啊 這塊呢 花的是0.8毛 所以加起來 一共花了個22 是不是就是我們的方程啊 沒問題吧 就是我們 這個定額以下的 花了0.5x 定額以上的呢 花了這個0.8倍的 35-x 把兩段加起來就是22塊錢 那我們求解一下 這邊0.3x 挪到這兒來 這這邊應該是 0.8乘以35 應該是24加4 應該是28是吧 28再減一個22 應該是6 所以x呢 應該等於20 OK x等於20 是不是選擇2b就可以了 選擇2b就可以了啊 同學們應該這道題沒有做錯 是吧 沒有做錯 我們用這個分段寄費的時候 我們把它分成兩段 那就算這兩段就可以了 例7 有沒有啥疑問呢 應該疑問不大啊 那我們繼續來看例8好了 說這個某市出租車的寄費方式是這樣子的 2公里以內的 是含2公里的是8塊錢 2公里以後的呢 增加1公里 收費1塊9 8公里之後呢 每增加1公里收費2塊1 然後呢 增加的不足的時候45路就可以了 一共交了44塊6的車費 問你路程是多少 是不是我們得分段寄費呀 第一段是多少呀 是0到2公里 是不是啊 就2包含2啊 就是在0到2公里 那麼一共是8塊錢 沒問題吧 那2公里之後呢 一直到8公里 這是多少錢呢 這個是每公里 每公里是2塊1 我們把這幾個段寫下來 到第三段的時候也就是大於8這一塊了 這個時候呢 每公里 哎不是上面是1塊9啊 1塊9 下邊是每公里2塊1 是吧 2塊1 好了 現在看啊 那這個乘客呢 一共花了44塊6 那你說我們怎麼去計算他的里程呢 第一段如果在第一段的話 那就只花8塊錢 那肯定是花超了 是不是啊 第二段呢我們來看 一共是第二段一共是6公里 是不是啊 6乘以1.9 那應該是多少啊 就如果做滿了的話呢 就是6乘以1塊9 那應該是 26112 12-0.6 那應該是11.4 對吧 所以也就是說 加上剛才的那個8塊 也就是說 當你做到8公里的時候 你應該是花了19塊4毛錢 那問題吧 就是我們分段為局的話 那顯然也不到44塊6 所以這個第三個階段花了多少錢呢 44塊6 就減去這個8加上11塊4 也就是19塊4 對吧 減去前兩段 那應該是多少錢 這應該是25塊2元 也就是說在第三個階段呢 他花了25塊2 那你說第三個階段 每公里是2塊1 那一共是多少公里啊 是不是25.2除以2.1就行吧 除以2.1的話呢 應該是前面上的是1 後面上上的是2 應該是12公里 這個題沒有12公里 這個一錯像是吧 如果有的話 可能很多同學會選啊 那我們注意12公里 是第三個階段的里程 是不是還得加前兩個階段 這8公里啊 所以加起來的話 8加上12 那應該是20公里 那一共選擇的呢 應該是C選項啊 C選項 這是我們說的力8 這個分段計費的 是不是呢 感覺難度還好 是不是啊 難度還好啊 所以呢 就是我們分段計費這一類的呢 其實我們就把這個分段的節點搞清楚 然後呢 把每一個段 給它分別加起來 每一句一下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說的分段計費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經濟利潤這個 繞來繞去的這個當節啊 很容易把人繞暈的 常用的名詞和概念 還有公式 那我們這些是要記一下了 是要理解記憶的啊 不光是要記 是要理解的 那我們常見的提醒呢 有利潤率折扣類的 還有分段計費類的 那利潤率折扣的呢 我們一般就是 複值和方程 特別複雜的可以列個表 那注意打折是給定價打折啊 不是直接在利潤上打折 那利潤率呢 是利潤占成本的百分比 在數量里邊 那我們分段計費呢 直接去分好多個段 然後直接去算幾次 再加核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說的經濟利潤問題 這個章節同學們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提一下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休息五分鐘 二十點四十二分 我們回來繼續講行政問題 好不好 行政問題呢 應該說是更難的一張 所以同學們 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啊 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 行政問題應該在一會兒 會更燒腦一些 好的 這是我們說的 有問題 大家可以在聊天屏上問一下啊 沒有問題的 我們請這個小喵放幾首歌 給我們聽聽就可以了 我先把麥關了啊 好 感受停在我發斷的指間 如何瞬間 懂这世间 记住黄着我坚定的双眼 也许已经没有明天 面对浩瀚的星海 我们微笑着像尘埃 漂浮在一片落泪 缘分让我们相遇 换是意外 命运吹摇 我们为难处相待 也许未来遥远在 空远之外 我远守候 一致力为你存在 我没想到 为你狠狠狠岛 沙风海啸 没有你根本不想到 我的烦恼为你一致风狠岛 满过心跳 没有你根本不重要 你成为在我胸口的臂弯 足够抵挡 天旋地转 一种痴迷不放手的倔强 足以点燃 所有希望 你说旁过冷漠 你说旁过冷漠 我们的爱 会笑着闪烁 颜簸 却如此无法 缘分让我们相遇 是意外 明明这样 我们未能重相爱 也许未来 也许未来要远退 过年之外 我远守候 未知力 为你存在 我没想到 为你狠狠狠岛 沙风海啸 没有你根本不想到 我都当得 为你狠狠狠岛 卖过心跳 没有你根本不重要 也许 航道以外 是醒过来的梦 乱世以外 是纯粹的 想要 我没想到 为你狠狠狠岛 沙风海啸 没有你根本不想到 我老板的 为你狠狠岛 卖过心跳 没有你根本不重要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想到 我只以为 想不为人 我只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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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 我们的形状问题 那同学们 那一刻 麦克风已尽用 麦克风已启用 能听到老师说话的声音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章形状问题 那形状问题 那我们说 这是一个特别 就是应该说 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 是不是 特别难的问题 那这个难 这个难呢 我们想一想 它这个难在什么地方 是因为它的变化多端 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这样一个主题 所以呢 既然难 我们是不是就 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了呢 也不是 它难 虽然是很难 但是呢 有的时候考的也挺简单 所以这个就需要 我们在考场上辨识一下 如果你有时间 你有感觉 这个题比较简单 那你做就行了 那如果真的很难 做不出来怎么办 那就放弃就是了 所以说像这种难题啊 形状问题的难题 建议是放弃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 这一套题里边 哪些是我们可以做一做的 首先形状问题的核心公式 也是这么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应该说 是我们小学的时候 很多人的这个梦魇 是不是 S等于V乘以T啊 路乘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那S就是路乘 速度就是V 然后时间就是T 那以后呢 我们都用S和V来表示路乘速度 用T来表示时间了 就不再说这些汉字了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想一想 我们常考的这个题型呢 其实有三类 有一类呢 是这个基础形成问题 就不涉及到相对速度的 不涉及到相遇或追击的 我们都管它叫基础形成问题 那这一类的题呢 考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相遇追击类的问题 那就是两个两个这个运动的物体 甚至是三个 在这里相遇啊 追击啊 多次相遇啊等等的 这叫相对速度问题 最后呢 还有特殊的模型 叫流水行传问题 船在水中有顺有腻 是吧 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 所以说流水行传 相遇追击和基础形成问题 就是我们常考的三大题型 那行政问题 我们的方法就多种多样了 是吧 行政问题看不懂则画 记住这一句啊 行政问题看不懂则画 当你不理解行政问题 这个运动过程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画个图来看一下 那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学的那个行政问题 是不是都画一个线段呀 然后左边一个小人 是不是啊 右边有一个小人 是吧 从两端出发相向而行 在某一个地点相遇了 这就是所谓的图示法啊 就是形成问题的图示 其实就是那个线段法 那具体的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方程法是比较多的 负值还比较少 方程法是第一大法 那如果你想做的快呢 比例法也是经常能预见的 当然了比例法特别难以理解 所以同学们这点不做硬性要求啊 你愿意学的话就学 不愿意学的话呢 就这个比例法也可以放弃 方程一般也是能解决的 这一负值呢 能用到的地方我们用就是了 这是我们说形成问题的提醒和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 先来看一下基础形成问题 基础形成问题呢 有三大类考点 第一类呢 那就是关于单位的 这个单位我们会发现啊 你看我们走路也好 开车也好 那可能就是在S等于VT上 时间的单位会多种多样 是不是啊 有分有秒有时 这个换算我们应该能理解 一小时应该是60分钟 那一分钟是60秒 所以一小时是3600秒 没问题吧 那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时 这个路程的单位 你比如说这个长度的单位上 一千米它跟一公里是一样的啊 一千米等于一公里 然后呢 对于米而言 那个一千米或者叫一公里 等于一千米 这个也没有啥 但是如果反映在速度上 大家要把这个框记录 就是 就是要把这个框里的内容记住啊 速度应该就是在这个转换的时候要记住 说白了 你看这是怎么来的呀 一米每秒 每秒钟跑一米 3600秒跑多少米啊 是不是就跑3600米啊 是吧 3600米 3600秒 那3600秒就是一小时了 所以就是3600米 然后呢 是每小时 那也就是3.6000米每小时 就这么来的 大家把这个单位换算了 记下来 那用的时候直接去用就可以了啊 一米每秒等于3.6000米每时 这是第一个 那然后呢 就是第二个是火车过桥的问题 那火车过桥呢 如果同学们没有理解的话 那就需要我们用这个画图的方式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了 你看上来就已经要画图了 看一下啊 假如这是那个桥 我们想一想火车过桥是什么概念 他得从车头接触这个桥 是不是 这是车头接触桥的那一刹那啊 接触桥的那一刹那 什么叫做过桥了呀 是不是这个车得完全的去离开这个桥啊 是吧 完全离开桥 那也就是这么费 也就是说火车的车尾到了这里 这叫完全过桥了 那如果是个人的话 我们发现那个人特别小 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是不是 但是车比较长 对桥而言 它本身的长度还是要考虑一下的 那我们怎么考虑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找火车上的一个点 你比如说找火车头 火车头从接触桥到火车完全下桥的时候 是不是走到这了 这个两个蓝色的竖桥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火车走过的距离啊 那我们来看这个距离分成了两段 一段是桥长 还有这段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车长啊 所以同学们就更能理解了 是吧 火车过桥 总的路程等于什么呢 桥长加上车长 隧道也是一样的啊 都是这个桥或隧道的长度 加上车本身的长度 知道这一点就没问题了 那等距离平均速度呢 这个点稍微难一些 一会我们再见识 那前面的这两个同学们理解了吧 如果理解了的话 给老师打一个6 我们来看题啊 来看题 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说这个一辆汽车从AD开到BD需要一个小时 返回的时候 你看那就是从BD开到AD 是吧 然后速度说是每小时75公里 比去的时候节约了20分钟 问你AB两个D相距多少公里 我们来看一下求的是什么呀 求的是距离 没问题吧 距离应该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这个里边有一个速度 是返回的速度是75 那时间呢 同学们 来的时候一个小时 去的时候节约了20分钟 这是什么概念 是不是我们得把单位先统一啊 20分钟等于多少小时啊 是不是20除以60就行了 三分之一小时 这没问题吧 20分钟等于三分之一小时啊 所以你看他节约了三三分之一小时 所以他实际花了多长时间呢 是不是就是一减去三分之一小时啊 是吧 也就是用了三分之二小时 速度乘以时间就是他的距离 非常简单 这是多少 72乘以三分之二 75乘以三分之二 是吧 75乘以三分之二 那应该是25乘以2 那也就是50 因此AB2D相距是50公里 我可以说老师这个题简单 是吧 考试要都能考这种题 那也挺爽的 有没有这种爽歪歪的感觉 如果真的考试考这种题 那还真是挺爽的 这个题呢 是2015年的题 那其实大家看距现在的时间也不算远 所以说还是有可能考这么简单的题的啊 如果考这么简单的题 我们拿到分数就可以了 好不好 注意单位 注意单位 这是礼仪 礼仪有没有疑问 有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 给老师打一个666 4437同学是有疑问吗 代入法好算 代入好算 这个4437同学 我我我我想我想我想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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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一句啊 呃 我这个这些例题是不是真题啊 我已经说过两次了 每天晚上上课的时候都要强调一下 是吧 这些题都是真题 有公务员的真题 有事业单位的真题 也有军队文职的真题 我是不是说过这里边一道模拟题都没有啊 是吧 说过这个话啊 而且还说过不止一遍 所以说同学们你看现在不怀疑自己了 开始怀疑老师了是吧 还是说对这个老师的这个怀疑好像没有停止过 我知道你们不是怀疑我个人啊 你们怀疑的是数量关系真的能学会吗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给自己一个会这么 就是能这么一个答案啊 如果觉得能的话 给老师打一个6啊 打一个6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这个力二这个题啊 必须是能学会的 来看一下这个力二 说两辆车呢 从AD10往90公里以外的BD 两辆车的速度之比是5比6 现在呢 假上午10点半出发 已是10点40出发的 就比他晚了10分钟 那最终还比他早到了2分钟到达雨地了 问你时速相差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也是S等于V乘以T S已经有了 是不是啊 两地之间相距的是90公里 速度呢 他给了一个比值5比6 见到5比6我们想到啥了 这里边也有时间是吧 所以呢 我们如果用方程的话 是不是可以设分数来着 是不是可以设分数啊 所以我们可以设什么呢 设假车的速度 就直接就设这个分数就行了 比例设分数 假车的速度可以设为5V啊 5V 那乙车的速度呢 我们可以设为6V 没问题吧 那两车的时速 就是所求的是不是就是V啊 6V减5V就可以了 没毛病吧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时间是什么概念啊 时间是什么概念啊 一个就10点半出发 一个10点40出发 乙车是不是比假车晚出发了10分钟啊 晚出发10分钟 然后还早到2分钟 那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真实的时间去模拟一下啊 你比如说假车10点半出发的 假如他是11点半到的 他是不是就走了一个小时啊 是这意思吧 那乙车看这个概念就是10点40出发 那是几点到 是不是就11点28分到呀 那他走了多长时间呀 是不是他走了这是48分钟啊 一个小时48分钟 所以他们相差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啊 是不是相差的是12分钟啊 没问题吧 差的是12分钟啊 注意这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去代入的 那你也可以这么去想 晚出发10分钟还能早到2分钟 那要不晚出发这10分钟呢 是不是就得早到12分钟啊 对吧 所以这个两个车的速度 这个时间相差12分钟 就是这么来的啊 不管你是找一个具体的时间代入也好 还是你去这么逻辑上思考也好 都能找到这个12分这个差值 那这个12分的差值有什么用呢 我们会发现对于假车而言 它的时间是多少 是90除以5微 没问题吧 90除以5微 那乙车呢 这个路程除以这个速度 也就是90除以6微 那他俩之间的差值 是不是就是这个12分钟啊 没毛病吧 12分钟 那也可以我们换算成这个千米每小时 是不是就是60分之12分钟啊 也就是5分之1小时 没问题吧 都等于60分之12小时啊 也就是5分之1小时 OK 现在我们把这个12分这个中间变量搞掉 那是不是就得到了我们这个方程啊 5微分之90减去6微分之90 他应该等于5分之1 那我们求的就是这个微 所以解一下微的影响上呢 前面就是微分之 是18 18减去这个15 然后等于5分之1 所以微是不是应该等于3乘以5啊 也就是15 这个答案 这个单位应该是千米每十了 所以我们直接选择私地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这道题啊 方程法 这个方程法同学们有没有疑问呀 有没有疑问呀 这个题其实就是难点 我觉得就在于两个地方 是不是 一个小难点就在于我们列方程的时候设的是分数啊 设的是中间变量这个分数 这是第一个小难点 那第二个稍微更难一点的呢 就是这个12 也就是这个差值 5分之1是怎么来的呀 晚出发10分钟 然后早到2分钟 注意他们差的不是8分钟啊 而是12分钟 你可以想象成 如果不晚出发10分钟 那就差12分钟了 就这个理解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例2这个题啊 例2这个题 时间差做错了 是吧 这可能是这个旗帜终点的问题啊 5637同学们问18是哪来的 哪里有18 是这个18吗 90除以5不是等于18吗 是这个18吗 这个18就是90除以5啊 还有别的疑问吗 没有了 是吧 没有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三题 第三题呢 也是一道基础形成问题 我们来看啊 说有一个人骑车去工厂上班 从家出发30分钟走了一半 然后他加快了速度 每分钟就快50米 又骑了10分钟 然后现在发现距工厂还有2000米 这个概念 这个单位也不同意 这里都是米 这里是2000米 我们给他换成2000米 然后问你加从工厂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啊 这个距离假设为什么合适呢 以前一半后一半 那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是不是得就是分成两份啊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设什么呢 设这个全程也就是所有要求的这个距离 你可以假设它是2S 当然是S也行啊 就是计算起来稍微麻烦一些 因为有一半啊 我们假设它是2S 假设前一半的速度 前一半的速度 我们假设是V 那你看对于前一半这个S而言 前一半S而言有什么概念啊 这个S是不是就等于30V啊 这个V的单位是米每分钟啊 米每分钟 是不是前一半而言 就是S等于30V啊 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嘛 没问题吧 是吧 那后一半呢 后一半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距离仍然是S 那单位这个里边的这个速度是什么概念了呢 每分钟快50 那是不是速度就变成了V加上50啊 这个时候它骑的时间是10分钟 骑了这么多 发现呢 还有2000米 那是不是再加上这个2000米 就是后一半的路程啊 这个方程有没有疑问 前一半同学们应该没有疑问 是吧 就是前一半的路程啊 S应该等于30V 那后一半呢 我们想一想啊 就后一半就是后一半的前半段它骑了 所以用速度乘以时间 那后半段的煤起我们把它加上就可以了 这个方程如果没有疑问的话 我们解就行了 先把这个V解出来 V应该是这是20V等于500加上2000是吧 20V应该等于2500 2500 那我们不用去求解V了啊 为什么呀 S等于30V 我们求的是2S 也就是问的是2S 那所以我们2S是不是应该等于60V啊 没问题吧 2S等于60V 20等于2500 那60V等于多少 是不是乘个3就行了 应该等于7500米 也就是7.5千米 OK 这是我们解方程的过程啊 全程2S应该等于7.5千米 所以选择2V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例三这道题 例三这道题 我们也用的是方程法 有没有疑问呢 有没有疑问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分成了两个两段是吧 因为这里边有前一半后一半 所以我们也分了前一半和后一半 前一半呢 就是30乘以V 就是时间乘以速度 后一半呢 时间乘以速度 加上还没期的 这两个距离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解出来 这个2S应该等于7.5千米 又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打666 好吧 没有疑问打666啊 有疑问的直接问问题啊 有疑问的直接问问题 没有疑问的打666就可以了 这个题还是挺简单的 是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种 就是这个等距离平均速度 这样类型的一个问题啊 来看一下 哎不对 这还有一个火车过桥的 那我们把火车过桥先看完吧 看一下第四 说这个一个火车呢 途经两个隧道和一座桥梁 第一个隧道长的是600米 火车通过用时18秒 那对于这第一个隧道而言 我们有一个什么概念啊 火车通过这个隧道走过的 所有的路程是多少 假设火车的这个长度 假设火车的这个长度为L啊 假设火车的长度为L 假设火车这个速度 原来的速度为V 你看有什么概念呢 他所有走过的路程应该是600 加上火车的车长L 对吧 车长L没问题 那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也就是18倍的位 这没问题吧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火车过桥的 这样一个概念啊 600加上L应该等于18倍的位 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隧道呢 长是480 火车通过呢 用时是15秒 那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是不是啊 完全通过走过的路程是488加L 那么时间呢 是15 速度呢 还是位 好了 现在我们得到了两个方程 两个位置数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解除V跟L呀 没问题吧 一是减去二是 我们会发现 这个左边就剩了个120了 右边剩了个三V 所以V等于多少 120除以3是4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L是多少呢 600减去480 应该是120 是不是啊 所以V等于40 L等于120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三个桥梁那一块 桥梁长是800 他要通过的话 他要走的另一个是车长是120 也要加上 这是走过的距离 那速度呢 变成了原来的一半 原来的一半是多少 40的一半 那不就是20吗 所以你看他通过的时间P 哪有多少 路程除以速度 是不是应该是920除以20啊 那应该是46 46秒 所以选择4D就可以了 这是例4这道题 那我们会发现火车过桥的这个题 正常情况下难度不算大 是吧 正常情况下难度不算大啊 所以如果遇见火车过桥 我们有时间做的话 列个方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例4 例4有没有问题呢 有问题直接问 或者是打4都是可以的啊 我们继续继续过啊 继续过 如果没有打4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等距离平均速度 等距离平均速度呢 其实是我们考试的一个形成问题的一个小模型 这个小模型里边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平均速度呀 什么是平均速度呀 我们这注意啊 平均速度应该等于总的路程 总的S也就是 除以总的时间 才能叫做平均速度 这是平均速度的概念啊 维拔应该等于整体的S 去乘以整体的速度 注意它不是各个速度加和 然后除以那个4 或者除以2 或者除以几的 它是整体的距离 除以整体的时间 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道题 先来看一下啊 你就更能理解这个平均速度的概念了 你看例5 4名运动员参加4乘以100米的接力 他们的100米速度分别是这4个速度 不应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 问你平均速度是多少 同学们这个题选哪一个 这个题应该很好选 是吧 我们想一想这个平均速度 按照我们刚才的公式 应该等于什么呀 总的路程 总的路程是多少 是不是就是这个4乘以100呀 能提吧 400 那总的时间是多少呢 我们就得把每个人的时间都加起来 第一个人的时间是100除以V1 第二个人的速度是100除以V2 第三个人是100除以V3 第四个人就是100除以V4 没毛病吧 那我们把什么能化减掉呀 我们会发现100都是可以约掉的吧 是吧 所以把100都约掉 我们会发现选择的是哪一个 可可选择对 是吧 选择2B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啊 那这个题呢 特别简单 那这个题呢 给我们讲了一个平均速度的概念 平均速度 你像我们这个C选项是一错选项 是吧 它不是4个速度加和除以4啊 肯定不是的 那这个只能叫4个数的平均数 是吧 它不叫平均速度 那更这个A跟这个D呢 就更没有道理了 所以我们平均速度是这个概念 记住这个概念就行了 这个题没有啥难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平均速度 如果我们理解了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等距离平均速度 等距离是啥意思呢 就是对于这两个速度而言呀 他们走过的距离是以一定的 你比如说 这个以V1的速度走了一个S 以V2的速度也走了一个S 他问你这两个过程之中的平均速度 那你说你怎么求啊 那我们带入这个公式里面 是不是就应该是S加上S 这是总的路程 对吧 时间呢 S除以V1 再加上一个S除以V2 没毛病吧 我们给他化简一下 我们会发现 这就是2S加上S倍的V1分之1 加上V2分之1 所以我们一看S可以消掉 是不是啊 不光消掉 我们还可以把V1V2进行一个同分 那就是V1V2分之V2加上V1 然后上面是一个2 那我们再整理一下呢 就变成了这个式子 2倍的V1V2除以V1加上V2 好 这也就是我们 我把这个画篮框的这个内容 给大家圈出来啊 也就是我们得到的 等距离平均速度的公式 这个就是我们的 等距离平均速度公式啊 大家要把它记下来 那这个呢 我们看到了 应该是有两个特征 就可以使用这个公式了 哪两个特征呢 哪两个特征呢 第一个是距离相等 因为只有距离相等 你这个S才可以约掉 对不对 所以距离相等 有什么特征字眼呢 会出现往返 你去跟回的这个距离 肯定是一样的 对吧 还有呢 上坡跟下坡 什么概念呀 你上去的时候是这段 下来的时候是这段 你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这就变成上坡 那个就变成下坡了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所有的上坡 跟所有的下坡 那肯定是一样的 能理解吧 距离加起来肯定是一样的 所以算什么往返呀 上下坡呀 路程的一半啊 出现了这些字眼 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等距离 那还有一个什么特征 才能用这个式子呢 由于它是平均速度 所以它还得有两个 不同的速度才行 是吧 所以这两个条件 缺一不可啊 第一个是等距离 第二个是平均速度 就是给出了 不同的两个速度 那直接给完了之后 我们直接用这个公式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那这个公式 大家理解了吗 不理解的打四 这道题用公式怎么带 哪道题用公式怎么带呀 给出的是两个不同的速度 例五给出的是四个不同的速度 是吧 这个没法带 我们来看一下 例六你就知道怎么带了 你看啊 A站前往B站 我们我们注意一下 它是否符合这两个条件 符合的才能带呢 前一半的路程 后一半的路程 这俩路程是不是相等的呀 1637 1637 问你一下 这两个路程是等距离不 是的 是吧 前一半后一半嘛 那我们再看 是不是给出了两个速度呀 给出了两个速度 一个60 一个120 是吧 现在问你平均速度是多少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套公式啊 这个平均速度等于多少呀 二倍的60 再乘以一个120 底下呢 60加上120 是不是就可以了 没毛病吧 带个公式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种等距离平均速度的特征啊 那我们求解一下 180 上面是120 乘一个120 没问题吧 那我们把这个一约 这是3 这是2 然后这个3跟他还能约 这是40 这是1就没了 所以就等于80 所以选择的是2D选项 是不是挺简单的 有了公式 这个题就变简单了 是吧 所以呢 我们例6这个题啊 直接套用等距离平均速度的公式 那么注意 在这种套公式的题里边 你要注意 他有两个特征 一个是路程的一半 这种的就是等距离 然后呢 有两个速度 所以我们才能够用这个平均速度 好 这道题 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呢 有问题的打一个4 1637同学理解了吗 如果理解了 给我打一个6 没问题 是吧 1637同学不常发言 但是这个学到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棒棒的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 好不好 来看一下我们第二大类的问题啊 叫做相遇追击问题 那相遇追击问题呢 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一个相对速度问题 啥概念呢 你比如说啊 比如说两个人同时出发 注意是同时出发 甲和乙同时出发 分别从AD前往这个BD和从BD前往AD 然后同时出发 相遇肯定是同时的 是吧 所以就相向而行 他们就会相遇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跑得快的这个人 走的这个距离是多少 是不是 就是假设他的速度大 那就是V大乘以T 是这意思吧 那我们再看跑得慢的这个人呢 V小乘以T 那我们说了同时出发 相遇也是同时的 所以这俩T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两个人走过的总的距离是多少呀 是不是我们把T提取出来 这个S就应该是这个式子呀 相遇的距离等于速度之和乘以时间 注意啊 这就是相遇啊 相遇就是两个人同这个相向而行 就速度的方向相反 往一起走 那往一起走的话 他们两个走过的总路程 就应该是速度和乘以时间 速度和乘以时间 这叫做相遇 这个大家应该没问题 是吧 这叫这个很美好的一个邂逅啊 很美好的一个邂逅 那但是呢 日常生活中可能邂逅并不多 多的是什么呢 多的是追击 是吧 都是现在男追女女追男都很普遍 还有男追男和女追女也很普遍 我们来看一下追击是什么概念呢 刚才这个是相遇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追击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俩之间先得有一段距离啊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人 比如说这个跑 这个我们想一想肯定得是跑得快的人去追那个跑得慢的人 是不是这意思吧 慢的肯定追不上快的啊 所以你要想追别人 你就得努力 不是说要追求谁啊 而是你追上别人的学习 你也要努力 嘉欣同学可能在这个数量关系上比 比有的同学可能稍微要 会要这个提前一些 那你要想追上嘉欣同学 你只能比他更努力 你说对吧 嘉欣 所以说呢 就是如果你努力 你才能追上嘉欣 如果不努力 你就被他甩的就更开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是原来你跟他相差的那个距离 我们管这一段叫做追及的这一段距离啊 那你看 因为嘉欣他自己本身也很努力啊 所以他再往前走 我用一个这个蓝色的笔来表示啊 这是嘉欣 他再往前走 他很努力 那作为这个绿色的 我们要想追上他就得跑得比他快 是吧 在某一点我们追上了他 为什么跑得快就得是绿的 好的 跑快了之后就变绿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跑得快的这个人 追上嘉欣的这个人 他的这个速度就得大 速度大 他在同一时间发现了嘉欣在他前面 那你看他的这个时间 跟这个嘉欣同学用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V大乘一T和V小乘一T 是他们各自走过的距离 那这个距离呢 和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差是很肯定的 对吧 就是速度差乘以时间 就是我们追击的距离 注意啊 速度差乘以时间 就是我们追击的距离 也就是说白了 在这个速度不一 这个方向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用速度和 速度一方向一致的时候 我们追击问题用速度差就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介绍一下环形追击啊 环形追击跟环形相遇 其实都是类似的 只不过呢 他不再是线转了 那我们来看 环形的话 两个人从同一个地点 然后呢 这个反向出发 是这意思吧 然后我们想 他在某一个点相遇了 那他们走过的这个距离是什么呀 同学们 想一想 是不是相对路程应该是环形的周长啊 当然他们也满足这个速度和 乘以时间这个式子啊 只不过他们的相遇路程呢 是一个环形的周长 这是环形 那我们再来看环形的追击呢 这个男的去追那个绿的 男的去追那个女的 那你看女的跑得慢 男的跑得快 两个人同时出发 然后这个同向而行 那你看这个男的比这个女的多跑了多少呀 是不是也多跑了一圈啊 是吧 所以这个追击的话 他的他的这个距离 就是追击距离 也是一个环形的周长 这就是我们说的环形的相遇追击啊 那你还会发现 环形的相遇追击 你是不是相遇一次 相遇一次 那一共跑了 这是一圈 是不是啊 共一圈 那相遇两次呢 同学们 是不是相当于从这个起点 然后出发又走一圈啊 是吧 所以一共走过的就是两圈 那同样的道理 三次就是三圈 所以环形相遇啊 在相遇N次的时候 一共走过的相遇的距离呢 就是N个环形的周长 追击也是一样的 追上一次多跑一圈 追上两次多跑两圈 追上N次多跑N圈 多跑N圈 这个是共跑N圈 这个C是周长的意思啊 多跑N圈 那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说的相遇追击的这个概念 那好了 现在相遇追击这一块有没有疑问呀 有没有疑问呀 就这个概念应该没有啥疑问 是吧 就这两个公式 大家把它记住 环形追击 我们记住它跟环形的周长相关就可以了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题 先来看一下例7 例7是一道特别有名的题 是吧 两个人相距的是1026米 然后呢 两个人相向而行 你看同时出发相向而行 现在他们俩的速度也告诉我们了 小狗的速度也告诉我们了 现在小狗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这是蛇行走位 是吧 就这样子走走走走走走 一直到两人相遇 现在问你小狗一共跑了多少米 你看啊 我们如果分段来看这个小狗 我们肯定是不理解的是吧 根本算不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求的是什么呢 求的是小狗的这个路程 路程我们知道等于速度乘以时间 现在给出了小狗的这个速度70了 如果我们这个一段一段的求不太可能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这个时间呀 没问题吧 可以去找小狗的时间 那小狗的时间是多少呢 你说这个狗跟着人一块走 所以狗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人的时间是一样的呀 这没问题吧 所以我们来看人的时间是什么概念呢 俩人相距1026 然后相遇了 所以对这个相遇的话有一个什么呢 相遇的距离应该等于速度和 也就是张加上那个流 然后乘以我们的相遇时间 那我们把数据带进去 整个相遇的时候 共走过的路程是1026 他们俩的速度 一个是54 一个是6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t应该那多少 t应该等于1026 除以这个114 没问题吧 那等于多少呢 这是 这是 9啊 是吧 990加上36 正好是1026 所以应该是9秒 9分钟 9分钟啊 单位是分钟 那好了 现在两个人走了9分钟 每个人都走了9分钟 小狗虽然跑来跑去 小狗的时间是不是也是9分钟啊 所以你说小狗跑了多少米呢 是不是70乘以9 应该是630米啊 所以选择A选项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利器这道题 利器这道题呢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模型啊 就是我们算小狗 可以通过他的速度 乘以时间去算 然后呢 我们涉及到我们相遇的 这样一个公式就可以了 好 利器有没有不理解的同学呢 有不理解的同学 给我打一个4啊 小狗好可怜是吧 小狗其实他就喜欢这样跑 所以他应该是很开心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了 好吧 没有问题接着往下看啊 来看一下利八这个题 利八这个题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不太好读懂啊 有一个货车和一个客车 同向匀速行驶 同向匀速行驶 给了两个速度 然后呢 又知道货车的长度 是客车的1.5倍 现在他说两个火车 从车尾平齐到车头平齐 够用20秒 是不是就这个难理解啊 什么叫车尾平齐到车头平齐呢 我们刚才还记得一句话 不同学们 叫做什么来着 看不懂则画 是不是啊 不知道什么叫车尾平齐到车头平齐 那我们就画一个图好了 我们来看 这是那个火车的轨道 那我们来看 如果有一个火车 是这个哪个长啊 货车长是吧 货车又宽又长 我们假设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那客车呢 我们看一个 就是给他画一个小小型的啊 小型的 1.5倍差不多了吧 上边的是这个货车啊 下边的是这个客车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给他标注一下 货 客 这个叫做 就如果方向都是朝右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叫做车尾平齐啊 没毛病吧 车尾平齐 他说到这个车头平齐 车头平齐又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看一下 车头平齐也就是货车 此时走到了这里 那这个客车走到了哪里呢 客车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走到了这里啊 这个时候两个车的车头 正好对上了 没问题吧 所以车尾平齐到车头平齐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意思了 之后我们怎么去看呢 跟刚才的火车过桥有点类似啊 火车这种问题呢 我们不单看这个整 就这一长桥 我们找一个点去观察就好了 找哪个点去观察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找火车头这一点 对于货车而言 他的火车头是不是就在这里啊 从这里走到这里 他是不是就走了这么一段啊 走了这么一段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客车的火车头呢 他是从这里走到了这里 那么在下边走的这一段呢 就是客车走的 哎 你发现了这是一个什么呀 通过画图你理解了 这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客车的火车头 去追货车的火车头 能理解这一点不 就是相当于下边的这个车 去追上面那个车的 这个两个头去相追 然后用了20秒 他追上了 是这意思吧 所以看不懂则画啊 画图我们明白了 这是一道追击问题 追击问题 然后用20秒追上了 那么追击问题 路程差本来是多少呢 是不是就是我画 这个描红线粗的这一段啊 是这一段吧 那这一段我们知道 这一段就是我们最开始的 那个追击距离 而这一段追击距离是多少呢 同学们 货车的长度是客车的1.5倍 问你客车长多少 求谁设谁 如果他是L 他是1.5L 所以这个追击距离是多少 同学们 是不是就是1.5L 减去L 也就是0.5L呀 从图上能看出来 是吧 就这个描粗的这段红线呢 应该是半个客车的长度啊 就1.5减去 减去1 那这个就是他的追击距离 那我们来看 应该等于大速度减小速度乘以时间 我们把这个单位统一一下啊 108千米每时应该又是多少米每秒呀 刚才我们说 1米每秒是3.6千米每时 所以108千米每时呢 应该是108除以3.6就可以了 应该是30米每秒 30米每秒啊 同样的道理 72千米每时怎么换算成米每秒啊 也是啊 像这种大单位 你就除以3.6 小单位你就乘以3.6就行了 这应该是20米每秒 注意这个换单位的换算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大速度是30小速度是20 乘以他们这个追击的时间20 那我们来看半个L是多少呢 是10乘以20是200 所以你说L是多少呀 一半是200那一个就是400 所以选择的呢是C选 OK这是我们说的利8这道题 利8这道题的难点就在于 车尾平旗到车头平旗 怎么判断是追击的模型 所以在这里再牢牢的记一句话 叫做看不懂则画啊 看不懂则画 如果没看懂 那就画图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利8这道题 又没有啥疑问呢 为了节奏我们先不答疑了啊 我们先把这个题讲完 这是利8 我们再来看一个 再来看一个这个利9这道题啊 刚才那个我们不涉及 我们就直接看利9就好了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环形的这个相遇和追击呢 它应该是相遇多少次 就更跑了多少圈 那追击多少超过多少次呢 那就是多跑了多少圈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是什么概念呢 这是一个环形的跑道 长的是400米 现在老张小王和小刘 从同一个地点同向出发 然后绕着跑道 分别慢走跑步骑自行车 速度也都给了 说小王第三次超越老张的时候 小刘超过了小王多少次 我们来看一下啊 问的是这个时候 所以我们是不是得先求一个时间呀 那小王第三次超过老张 那是不是就是比他多跑了三圈啊 能理解这个概念吧 也就相当于是追上了三次 追上三次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相当于多跑了三圈 多跑了三圈 多跑了三个400 是不是啊 所以这是多跑了多少呀 就是S追击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1200 没问题吧 S应该是1200啊 等于速度差 微大减去微小 然后呢 乘以时间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个追击 应该等于N倍的周长 也就等于1200 小王的速度是 是哪一个 是3 老张的速度是1 所以他应该等于3 减去1 乘以他们追击的这个时间 那我们就很快的能解出来 这个T得多少 是不是1200除以2啊 应该是600秒 就second的啊 我直接写英文了 600秒 在600秒的时候 小王第三次超过了老张 他问你这个时候 小刘超过小王多少次 那我们把这个T再带回去 我们来看啊 也就是N乘以这个400 就假设这个时候 已经超过了N次 N乘以400 应该等于小刘的速度 小刘的速度是6 减去小王的速度3 乘以这个600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 他追过的距离 应该是多少呢 应该是3乘以600 应该是1800米 1800米是几圈啊 是几圈啊 一圈是400 这个N应该等于1800 除以400 那应该是4.5 那是超过几次呢 选B还是选C呢 同学们 说白了 现在已经超过了四次 是吧 第五次超过没 还没超过呢 在半路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选择2B选项 就超了四圈 那个还没超过 在半路上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 例9这道题啊 那例9这道题呢 其实难度不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的这个 用的这个两个公式 第一个就是 追上几次 那就相当于多跑几圈 所以这个S追 应该等于N倍的C 另外呢 S追不管在哪里 它都等于速度差 乘以时间 所以在小王 第三次超过老张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求出来 时间求出来 T应该等于600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T等600 在小刘超小王 这个里边带进去 就能得到N 应该是等于4.5 那我们向下取个整就可以了 选择的是2B选项 好 这是我们说的 例9这道题啊 例9这道题 应该说这个公式类型的问题 但如果同学们绕不清楚呢 也不强求 考考上 如果会做就做 做不了就撤就可以了啊 这是例9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类问题 叫流水行船问题 这一类问题呢 其实难度还是挺低的啊 就是在我们考试中难度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发现 其实呢 其实它就分为几个状态 是吧 在净水中传速 你想一想 船如果在净水中 那个速度 是不是就是传本身的速度呀 是吧 这个净水中的传速 我们管它叫传速啊 那加上水的速度呢 水一般都是有速度的 如果是顺流 是什么概念呀 是不是传速跟水速 是一个方向啊 所以它走起来就更快一些 所以它的速度 此时就应该等于 传速加水速 所以呢 对于一个路程而言 传速加水速 乘以这个顺流的时间 就是顺流 那逆流呢 传速跟有一部分水速 它是不是要比消啊 是吧 就跟你在大风天 你那个风吹的 你走不动一样 所以抵消呢 你就用这个减号就可以了 传速减去水速 应该就是逆流的速度 它乘以逆流的时间 就等于它的路程 就这个概念啊 这是顺流逆流 那漂浮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漂浮这个 其实很少考啊 你理解也行 不理解也行 如果要理解的话 就是自己没有速度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毫无灵魂 毫无思想的东西 我就在水里跟着水走就行了 所以净流是传速 漂浮是水速 对吧 就这个意思啊 而顺流呢 是传速加水速 逆流呢 是传速减水速 好 那我们来看一道题 这道题挺简单 来看一下历史 说有一辆客船 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 然后呢 甲到乙是顺水 乙到甲是溺水 船在净水中的速度 已经给了 每小时25海里 然后甲到乙用了8小时 乙到甲呢 是这个时间的1.5倍 那是多少小时啊 是不是就8乘以1.5啊 也就是12个小时 问你两个城市 相距多少海里 我们很容易求出来 在顺水的时候 如果这个求谁涉谁啊 如果是S的话 它应该等于传速25 加上水速 对吧 微水 然后乘以这个时间 应该是8小时 那在逆流回来的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25 根据那个公式减去水速 然后呢 乘以这个时间 12小时 那我们来看 两个过程 两个位置数 两个方程 那是不是很容易解除水速呀 水速应该等于多少呢 这边是8加上12 是20 20等于25乘以4 那也就是 等于100除以20 是吧 应该等于5 那水速等于5 海里也没小时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应该等于多少 带进去 就是30乘以8 应该是240 选择A选项 就可以了 所以列个方程 解方程 就是我们历时 要给大家的这个方法 那这个历时 这道题 有没有啥疑问呢 没有疑问的 我们来看一下 形成问题的 这整个的小节 基础形成 相遇追击和流水行团 是我们要讲的三个提醒 核心公式 S等于VT 常用的方法 有图示法 方程法和比例法 单位换算这个框 记下来 等距离平均速度 这个记下来 火车运动 记下来 相遇呢 速度和乘以时间 等于路程和 记下来 追击呢 路程差等于速度差 乘以时间 记下来 环形这里呢 相遇N次 路程和为N圈 追击N次 路程差为N圈 那流水行团呢 顺水是传速 加水速 逆水是传速 减水速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形成问题 这个非常难的 章节的 所有的基础知识点啊 那所以在考想象 还是那句话 题目 各种各样子的 那我们量力而行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的一点时间 我们快速的过一下 溶液问题啊 那溶液问题呢 应该说 其实挺简单的 因为溶液问题 相当于就是 你这几个词 如果你看的 不是很分明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盐 盐就是溶质嘛 是吧 我对应上来 好了 盐 然后呢 溶剂这个就是水 把盐往水里放 是不是就获得了盐水啊 是这样子的吧 所以盐加上水 就是盐水 没问题吧 这就是所谓的那个溶液 盐水是怎么来的 盐加水嘛 那浓度是怎么来的呢 浓度应该等于溶质除以溶液 说白了 盐水的浓度不就盐除以盐水吗 比较简单 是吧 浓度应该等于盐除以盐水 好 那我们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去讲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题目 不是慢讲快讲的问题啊 因为溶液问题确实不难 来看一下 利一这道题 说某饮料店呢 有纯果汁 也就是浓度百分之百 这叫溶质了 是吧 就纯的 没有什么水 有十千克 然后浓度为百分之三十的浓缩还原果汁 二十千克 然后呢 他取各十千克倒入十千克水中 又到了十千克的浓缩还原果汁 那你最后得到的浓度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浓度我们怎么求啊 就跟那个平均速度有点像 我们用总的溶质 除以那个总的溶液 是不是就可以了 也就是那个纯果 就是里边含的那个纯果汁的量 除以最后得到的所有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浓度啊 是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边含的这个 这个所求的这个浓度里边 含的这个总的溶质是多少呢 纯果汁十千克 把这个石放在这了 浓度为百分之三十的还原果汁 二十千克都倒进去了吗 都倒进去了 是吧 你看浓缩还原果汁十千克 又到了浓缩还原果汁十千克 所以到了二十千克的浓缩还原果汁 浓度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里边含有的这个果汁呢 是二十乘以百分之三十 没有疑问吧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果汁啊 好像就没有了 所以就是石加上二十乘以百分之三十 就是所有的溶质了 那这个溶液是多少呢 原来有个石 又加了一个石 又加了十千克的水 后来又加了十千克的浓缩还原果汁 是这个概念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理一下 我们会发现 总体的溶质呢 是十加上这个 这是六是吧 十加上六 所以总体的溶质是十六 所有的溶液混合在一起是四十 所以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果汁的浓度是多少呀 是不是应该是十六除以四十 那也就是啊 相当于是十分之四是吧 也就是百分之四十 OK选择A选项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例一这道题 挺简单 是吧 应该是不难的啊 应该是不难的 那同学们有没有啥疑问对这道题 没有疑问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例二啊 讲完例二呢 我们今天晚上的课就先结束 最后一题我们留到 如果来不及 我们留到明天去讲 留到明天去讲 我们来看一下例二这道题 浓度为百分之十五的盐水若干客 加入一些水之后呢 浓度变为了百分之十 再加入同样多的水之后 问你浓度是多少 这里边只给出了浓度 对吧 那你像我们前边也说了 像溶液问题这种题呢 应该是可以用这个复制法的 这个题里边只给出浓度了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复制法呀 是吧 那这里边我们想一想 什么东西没有变呢 他加的是水 所以盐是不是没有变呀 盐等于什么呀 盐应该等于盐水乘以浓度 对不对 盐是不是应该等于盐水乘以浓度啊 所以我们来看啊 在这个式子里边 给了一个百分之十五 又给了一个百分之十 所以我们复制应该复谁呀 同学们 是不是在A等于B乘以C 这种式子里边 只给出了浓度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可以付盐的这个质量为最小公倍数啊 是吧 所以我们可以付它为三十 没毛病吧 那我们来看 假如盐是三十个量的话 那我们来看第一次的盐水的 这个溶液的质量是多少 谁乘以百分之十五的三十啊 那铁定是二百啊 没毛病吧 就三十除以0.15 那就是二百 二百乘以百分之十五 那应该是三十 那下边这个盐没有变 还是三十 那这个时候浓度变成百分之十了 说明这个时候盐水的质量变成了三百 没问题吧 三百乘以百分之十啊 等于三十 那好了 加了这是多少水啊 加了一百的水 那他说再加入同样多的水浓度是多少 那就再加入同样多的水 就再加一百呗 是吧 所以现在就是盐水就变成四百了 而盐呢 没有变化 还是三十 所以说同学们 现在浓度是多少呀 非常简单 是吧 三十除以四百就可以了 三十除以四百那多少呢 应该等于百分之七点五啊 百分之七点五 所以选择二币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例二这个题 这个题同学们有没有啥疑问呢 呃 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六分钟 我们把这个例三也讲了得了啊 把今天的今天的今日是今日币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三这个题啊 就例二这个题我们直接复制就行了 使用的是公备数复制 去注意这个 为什么要使用公备数复制就可以 那么来看一下例三这个题 说某种基为酒的酒精浓度是百分之二十 然后呢 由A种酒 B种酒 和酒精浓度为百分之十的C种酒 按照你看 这里有一个比例 同学们出现了比例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复制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复制啊 是不是复制最减比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比例是什么呀 是重量比 所以也就是溶液比的 没毛病吧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啊 B种酒的酒精浓度是A种酒的一半 问你A种酒精的 A种酒的酒精浓度是多少 求谁设谁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设A种酒的酒精浓度是X 那复制最减比的意思也就是让ABC3种酒就给它的质量 就是令A的质量那就是1 B的酒精浓液的质量就是3 那C种酒它的质量就是1 是这意思吧 那好了 我们来看 那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方程 就是这个20%是怎么来的呀 这里边的溶质应该是1乘以X 这是A的 是不是啊 加上一个B的也就是3乘以 它是它的一半 那就是0.5X呗 是吧 A种酒的酒精浓度应该是0.5X啊 就是3乘以0.5X 再加上C C是多少呢 是1乘以10% 这个酒精浓度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我们来看 这是不是就是所有的溶质啊 所有的溶质就这些 是不是啊 那好了 我们来看啊 溶质是这些 溶液的质量是多少呢 那就是1加3加1呗 是不是就1加3加1啊 那我们来看 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就是那个 鸡尾酒的酒精浓度是20% 没毛病吧 20% 那好了 我们解这个方程来试一试啊 也就是X加上个1.5X 再加上个0.1 等于多少呢 我们这个地方加起来是5 把它乘过去就是5乘以20% 是吧 5乘以20%是不是就100%啊 那也就是1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是2.5X应该是等于0.9 所以X哪有多少呢 同学们 你可以把这个左边这个2.5乘以一个4啊 那就是10X等于 等于3.6 所以X呢应该等于0.36 0.36是多少呀 是不是换成百分数就是36%啊 选择A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例三这个题 出现最减出现比例 我们直接复制最减比就可以了 好 这是例三 当然了 例三这个题呢 如果我们嫌做麻烦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蒙啊 同学们 怎么蒙啊 你看啊 B种酒的酒精浓度是A种酒的一半 你说那答案选项里边的18是怎么来的呀 是不是18%是36%的一半啊 所以你可以猜测一下B应该就是18% A呢就应该是36% 这就是命题人在设置这个设置这个障碍选项的时候 一般就是这么设置的啊 他会给你那个中间变量那个选项作为一个选项 那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就猜一下A应该是正确答案 这叫答案选项相关的蒙法 好 这是我们说的例三 同学们 我们溶液问题呢 比较简单 我们小结一下 溶质 溶剂 溶液 这三个三个值啊 里边的溶液等于溶质 加上溶剂 浓度呢 就是溶质除以溶液 那如果去混合的话呢 我们记住这个浓度等于总的溶质除以总农业就行了 常用的方法就是复制和方程 没有别的 那溶液问题呢 考察的频次不高 但是呢 比较简单 希望同学们如果考考上有的话 抓住它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我们讲的这四大题型 工程问题 经济利润问题 行程问题 和溶液问题 这四种题呢 应该说难度高的是行程问题 是吧 这个难度比较高 经济利润问题呢 紧随其后 难度也不低 工程还可以 农业也还可以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回去之后 同学们 把这个课程明天再听一遍 好不好 因为今天的内容确实是有点多啊 所以再听一遍 如果还有问题 课前我们明天晚上来进行答疑 好不好 明天晚上课前我们来进行答疑啊 有问题的 我当时提前几分 提前个20分钟进场 如果有问题 我们提前答疑就好了 好不好 那明天晚上呢 我们除了答疑之外 还有正式的理论基础课 第四节课要讲 那两个半小时的内容呢 我们就这样 把剩下的所有的问题讲完就可以了 好 这是今天晚上的课程 到这儿呢 就结束了 那所以呢 同学们 呃 今天晚上有没有特性想问的问题啊 就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或者是有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回去再听一遍录播啊 明天晚上课程开始之前 6点40我们开始答疑 好不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给老师打一波666 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的 那今天晚上同学们也辛苦了啊 比较烧脑 所以呢 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助教老师 感谢我们自己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儿 明天晚上我们继续再站啊 继续再约 好的 那今天就下课啦 我们下课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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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